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通知增议 政府常务会议推迟了 这也是市长张伟正对增议的一种保护性措施 而得知今天的政府常务会议延期 唐东海就笑出了声 你躲过了初一 能躲得过十五吗 张伟正就算要庇护增议 也不该用这个办法吧 他冲着对面的钉剑就说 该来的事情终归要来的 该开的会还是要开嘛 丁剑点头附和道 是啊 没有想到这简达公司 还是我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里的重要成员呢 曹江鹏更是协会的副会长 听说曹江鹏到省里告了状 现在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打算要对中华市的外商投资环境进行重新评估呢 唐东海一听 脸上的表情没变 可心里却更加高兴 别看那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不怎么起眼 可要是真让他们这么一搞 绝对够中华市喝一壶的 到时候省里问责起来 就是张伟正也承担不起 而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啊 中华市里对增益不满的人也要隐隐发作了 否则张伟正也不会就把今天的常务会议延期 而这个时候 古浪的心情也是非常的好 跟增益交过几次手 这一回他可是完全占据上风 并且一步一步的把增益彻底的逼到了绝地 对于自己这回的筹划和表现 古浪非常满意 他非常惬意的躺靠在椅子里 两只脚架在办公桌上来回晃着 只望延期开会就能护住他 怕是没那么容易啊 古浪确实还有后招没有使出来 那便是天时地利人和里的人和 所谓天时就是从上而下的问责与批示 现在已经办到了 省里很多领导都已经在关注这件事 外市办和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更是直接向中华市施加了压力 而地利呢 便是中华市领导对曾毅的赠物 除了庞东海之外 现在还多了个吴汉林 杨明新 再加上曾毅曾经得罪过的李介同料组员 那这曾毅在中华市就再次成了一个全民公敌的局面 至于这个人和 古浪也早已经筹划到位了 他之所以没有着急施展出来 就是要再让这种气氛持续一段时间 时间越久 形势对中华市就越不利 许多人对曾毅的怒气和怨气 也就会更加炽热 等这种气氛达到了一定程度 再顺势扔出人和这个杀手锏 曾毅那个时候可就再无侥幸的可能了 以前曾毅的反击总是一招制胜 让人想翻盘都没有机会 可古浪更喜欢自己现在的这种方式 他更喜欢看着曾毅束手无策 然后一步一步无可奈何地被推向深渊 这种感觉叫人更有成就感和报复的快感 虽然常务会议不开了 可事情还得照做 第二天 707医院的体检组完成了对中华市 司法公检系统的体检 启程返回云海 中华市的领导再次集体相送 张瑶华还是那个样子 没有多说任何话 到了高速路口也只是下车 对中华市的两位主要领导 讲了几句再见的话 然后就登车离去 两辆大巴车随即缓缓开进了高速公路 中华市的领导们随即各自散去 而副市长廖祖元倒没有着急离开 反倒来到了曾毅的车子跟前 曾毅是本想要走的 但看到廖祖元过来就停下脚步 这个时候廖祖元过来肯定是有事情要说的 曾毅打了个招呼 廖祖元微微一点头 就跟曾毅往路边走了两步 站定脚步之后 他抽出一根烟点着 闷闷的吸了一口 这才说 曾毅同志啊 关于创委工作 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 曾毅就说 有什么事廖市长尽管吩咐就是了 这次的创委啊 张市长非常重视 特别是那几个重大项目 张市长更是要求尽快立项 早日启动 大赶快赶 以指挣朝夕的精神 来尽快改变我市的市容市贸和卫生环境 曾毅点了点头 这个事情他当然知道 创委的几个重大项目 一是市容改造工程 二是地下管网改造工程 三是几个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对于这三个重大工程 张卫正都做了具体的要求 就听廖组员接着说 可是眼下这几个项目 却迟迟拿不出具体的规划来 我催了几次 也没有结果 廖组员看了曾毅一眼 随即面向路边的荒地 面色凝重的抽起烟来 曾毅就明白这话的意思了 项目卡在了规划上 而巧的是 常务副市长吴汉林 便分管成建和规划 对于张卫正一手主抓的重点项目 吴汉林学表现出不配合 这绝不是在给张卫正难堪 而是要让曾毅这个市长助理 创委办的副主任 感到难堪 因为简达公司是吴汉林 争取来的项目 也是吴汉林一直扶持的项目 吴汉林那边最终 还是要拿出规划并且批准的 但他就是借此告诉曾毅 不管你曾毅在创委的事情上 有多大能量 但在这中话是 还是我吴汉林说话更有权威 别以为我这个常务副市长平时不说话 就成了可以随意捏的软柿子 曾毅就说 好 我去催一下 曾毅现在倒是盼着古浪那招后手早点使出来 可惜呀 古浪这回明显是聪明了很多 廖祖元就不再说什么了 他把烟头扔到地上 用力一脚踩灭 又说道 这事儿必须得抓紧啊 我也再想想办法 说完 他就转身朝自己的座驾走去 登车离开了 曾毅站在那儿想了想 最后拿定了主意 既然古浪不着急出手 那自己就催一催他好了 这样不死不活的吊着并不是个办法 最后市里的创位工作都要被耽误了 拿定主意 曾毅就准备离开 这个时候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了过来 车窗放下 露出的正是副市长李介同的脸 曾毅这才发现 原来李介同也还没有离开 难道李副市长也有事情找自己吗 曾毅就打了个招呼 李市长你好 李介同坐在车里头并没有下车的意思 只是冲曾毅笑着点点头 曾局长还是跟以前一样 工作起来充满了斗志和干劲啊 曾毅不明白李介同的意思 只能打着哈哈 谢谢李市长夸奖 李介同笑了笑又缓缓说道 不过有时候讲究个方式方法 或许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毅就明白李介同的意思了 这是提醒自己 最近的工作方式方法有些急躁了 曾毅就笑道 李市长批评的对 我一定注意 李介同把话点到也就不再耽搁 那我有事就先走了 说着李介同稍作示意 司机便驾车缓缓往前驶去 曾毅站在那儿看着李介同的车子离去 心里有了一种十分荒唐的感觉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中化是对自己做出善意提醒的 竟然是以前跟自己曾经视同水火的李介同 这或许是因为自己离开了农业领域 跟李介同再无权力利益纠缠的原因吧 由此看来权力和利益 确实可以令很多人丧失本我 当然 中化市还有一个人很维护曾毅 那就是市长张卫正 不过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看着李介同离开 曾毅叹了口气 心想 李副市长这回怕是要失望了 虽然自己刚刚讲了 今后一定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但他马上就要去干一件 完全不讲方式方法的事情了 回到办公室 曾毅把汪红毅叫来 递给他一份名单 吩咐道 你去通知一下 让这些单位的创委办负责人 过来开个协调会 汪红毅接过名单 一看心里就吃了一惊 曾局长这是要做什么呀 虽然曾局长是市政府党组成员 也是市创委办的副主任 算是市领导之一 可应该还没有资格 召集这么多单位的领导 来开什么协调会吧 就算有资格 你这让别人怎么看呢 汪红毅提醒道 曾局 是不是请廖副市长来主持会议呢 市创委办召开协调会议 副市长廖祖原来主持 比曾局长更合适一些 曾毅比谁都清楚 合适不合适 但他不想解释 只是说 廖副市长已经把这件事情委托给我了 汪红毅不知道真假 见曾毅这么说了就只好应下 然后去通知名单上的人前来开会 他现在越来越觉得曾毅行事奇怪 以前曾局长行事也很高调 可不是这么个高调的方式啊 就拿今天这事来说 曾局长作为市公安局的局长 却要召集 承建规划 环保卫生 等多个平行局办的领导来开会 这已经不是高调了 而是荒唐至极 虽然曾局长是创委办的副主任 而其他局的领导是创委办的成员 可说白了 创委办只是临时机构 完全不在政府序列之内 大家都是局长 你曾毅又没多长一颗脑袋 大伙凭什么要听你指挥啊 就算有廖祖元副市长的授权 那也不能以这么一种方式进行啊 更不该让他们来公安局开会啊 汪红毅心里直叹气 可也不得不按照曾毅的指示去办 他已经完全看不透了 这跟刚上任时候的曾局长 完全是两个人啊 通知传达以后 几个局的领导倒是都答应了 可一个个都姗姗来迟 直到快下班的时候 名单上的人才算全部聚齐 大家一起等在了市公安局的小会议室 曾毅走进会议室的时候 里面烟熏火燎 浓浓的烟雾 呛得人眼睛都疼 承建规划局的局长李建荣说的 曾局长 有什么事 你叫人传达一声 我们这些人照办就是了 哪用得着开什么会啊 这个承建局的局长 论影响力并不在曾义之下 再加上归吴汉林常务副市长来管 所以并不怕曾义 李建荣虽然嘴上客客气气 甚至是笑着说话的 可这话里却是充满了冷嘲热讽之意 其他人就不好这么说 他们是小局小衙们 并不敢得罪公安局长 只不过他们也笑着附和说 是啊是啊 曾局长是市创委办的副主任 在创委工作上 我们为曾局长马首是瞻 曾毅也不跟李建荣计较 捧着杯子坐下便直入主题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是商量事情的 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是创委的那几个重大项目 在座的人抽着烟 目光有意无意的就瞥向了李建荣 李建荣是今天在座的人里面分量最重的 而且项目眼下就卡在了规划上 这个会根本就是因为李建荣而召开的 曾毅简单额压的讲完 就看着会场的其他人说道 这几个项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就不多讲了 相信大家都明白 我们争取今天商量出个章程来 会场十分沉默 李建荣不说话 那大伙自然也不说话 过了一阵 李建荣把手上那颗烟抽完 这才清了清嗓子 我说两句吧 这几个项目事关我事的创委成败 更影响着市民的工作生活 为稳妥起见 我们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全盘的规划 和详细的施工方案 目前呢 我们的重点就在于此 不是我们不想快 而是要稳中求快 曾毅就看着李建荣 据我所知 好像承建规划局 已经在半个月之前 就完成了规划工作了呀 李建荣也不否认 点着头说道 是啊是啊 那只是初步的规划 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才能确定是否可行 这一点上 我们的态度是谨慎的 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考虑到 比如 排务官网改造这个项目 万一将来施工的时候 对市民的出行和工作生活 造成重大影响 引起市民不满 再以规划不周 来把我们告上法庭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呀 我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哪 说到这儿 李建荣又摸出一颗烟 啪的一声打着火 自始至终 他一直是面带微笑的 说着这些话 其他人没有开口 可心里却是各种想法都有 有惊讶的 有强忍着笑的 还有准备看热闹的 当然环保局的人肯定是很高兴 李建荣可是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呀 这真是解气哟 李建荣是这么一个态度 这会议磨蹭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结束 自然还是毫无进展 第二天一早 曾毅刚到办公室 就接到了市长张卫正的电话 电话里的语气很严肃 曾毅同志 你马上到我这来一趟 曾毅答应一声 好 我马上过去 不用猜也知道 张卫正找自己是什么事情 肯定是要谈 昨天自己召开协调会的事 果然 曾毅刚刚走进张卫正的办公室 张卫正就拍着桌子喝道 你是怎么搞的 是哪个批准你开协调会的 你要协调什么事情啊 张卫正发完火 两手交叉在胸前 靠在椅背里阴沉着脸 他现在很生气 自己已经把本来要开的常务会议延弃了 放着市里很多大事不进行决断 目的无非就是要给曾毅一段时间 让他赶紧把简答的事情 以及还评报告的事情 想办法搞定 可曾毅太叫自己失望了 完全没有领会自己的用意 不去想着怎么解决正事 反倒是唯恐天下不乱 又搞出一个什么协调会来 你这不是嫌 跟市里其他领导的矛盾还不够深吗 一想到这个 张卫正气得胸膛就剧烈起伏 曾毅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呀 嗯 也许是从市里创位开始 他大概仗着是跟爱卫办的良好关系 翘了尾巴呀 啊 你就觉得中华市的创位离了你就玩不转了 这也太不像话了 张卫正常常的出了一口气 他是今天已上班刚刚得知这件事的 告诉他的正是常务副市长吴汉林 按照吴市长的说法 有些人仗着有市领导的支持 已经不知道自己姓慎名谁了 曾毅没有着急解释 而是走上前去 提起水壶给张卫正的杯子里蓄了些水 然后把水杯放到张卫正面前 张市长 小小气 张卫正哪有心情喝水呀 他再次痛心疾首地拍着桌子 搞好团结的重要性 你到底知不知道 现在的这个样子后面的创位工作 还要怎么继续啊 项目被强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一连三个问题 张卫正讲的是恨铁不成钢 以前他觉得曾毅是最叫人放心的 谁知在这次的事情上 曾毅的表现却让自己失望至极 为了解决和鼓浪集团的私人恩怨 曾毅的眼里已经完全没有大局关了 且政治智慧也低到了下线 曾毅没有直接回答张卫正的问题 他站在那沉默片刻 认真地说道 张市长 简答的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张卫正拿手指狠狠戳着桌子 那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怎么解决 显然他是不相信曾毅的这句话 他都已经上过一回当了 曾毅就说 眼下这个局面是有人故意推动制造出来的 即便没有昨天的协调会 对方也会推动事情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张卫正还想再发作 不过嬉戏一想曾毅的话 他的眉头不由沉了下去 张卫正的眼光自然非比寻常 眼下这个局面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他看得很清楚 如果对方的目的就是要让曾毅四面树敌 那么就算曾毅没有动作 对方也会制造一些事情出来 让曾毅陷入绝境 从这个角度说 曾毅讲的没错 有没有昨天的这个协调会 结局最终都是一样的 曾毅看得很明白呀 却非要召开这个协调会 难道是在将计就计吗 张卫正的脸色 这才好看了一些 伸手戳出一颗眼点上 然后闷闷的问道 你有多大的把握 曾毅知道张卫正问的是 自己的上一句话 是指尽快解决简答的事情 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他就说 只差有人自己跳出来了 捉贼要剑脏 捉奸要捉霜 张卫正不太明白 曾毅要捉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见他说的如此肯定 他相信曾毅是有把握的 只有如此 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曾毅呀 否则 那可真要让自己失望到底了 张卫正抽了一大口烟 他自己也没有料到 一个简达公司 竟然把中华市搅得鸡犬不宁 嗯 要快 还有什么需要我配合支持的 曾毅就笑着说 张市长继续批评我 就是对我的最大支持了 张卫正一致 随即神色舒缓 这曾毅果然还是那个曾毅呀 这句话说的就没那么简单 自己继续批评 让大家都以为 曾毅已经到了众叛亲离 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是在帮助曾毅将计就计 而另外一个意思呢 是曾毅在感谢自己的批评 正是因为对他寄予厚望 自己才恨铁不成钢 把曾毅叫来当面进行批评 他心里明白这一点 所以才说批评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想到这儿 张卫正便示意曾毅坐下讲话 张卫正把烟蒂掐灭 然后拉开抽屉 从里面拿出两份公函 往桌子上一摊 其他的都好说 可是有件事情却十分棘手啊 你看看吧 曾毅接过那两份公函 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省外事办和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发来的公函 称简达公司的撤资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的情绪 要求中化市必须就此 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市里的不团结 张卫正还可以解决 可这两个极其特殊的部门的施压 却令张卫正无法化解 在这个以JDP论英雄的大环境下 外商投资就显得尤为重要 出了差错 很可能就是省领导直接干预 张卫正放下那两封公函 我不会让您因此而为难的 张卫正见增益底气十足 当下也放心不少 看来增益确实有足够的把握 解决简达的事情 其中也包括解决 这两个特殊部门的施压 张卫正就接口问道 昨天那个协调会 到底是个什么结果 简达这边的事情告一段落 张卫正自然就关心起 项目被卡的事情 自己三令五身要特事特办的项目 现在却卡在了规划这一块 要说张卫正不生气 那绝对是假的 增益就说 其实也没有多大问题 然后就开始向张卫正 介绍起情况来 其实规划早就出来了 正好碰上简达这事 吴汉林便借题发挥 决定拖上一拖 要给增益一点难堪 但是再论证一番 也没有什么错 增益同样也是在借题发挥 两个人聊了才一会儿 就听到大楼外面闹哄哄的 似乎还有人在喊着什么口号 张卫正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听动静 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情啊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张卫正和曾益正聊着 就听到市政府大楼外面闹哄哄的 似乎还有人在喊着什么口号 张卫正的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听这动静 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情啊 曾益就站起身往窗户走去 隔着窗台往下一看 哦 有人把市政府大门给堵了 张卫正心里大怒啊 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不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大家就去赌政府的大门 这似乎已经成了国内很多人解决问题 传达诉求的一种常见手段 这都成了一大特色了 真是岂有此理 张卫正恨恨的磕了一下茶杯 我又没招你们惹你们 更没欠你们的 你们堵在这里是怎么回事啊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呢 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 秦金党快步走了进来 市长下面大门口来了一群人 张卫正悟了一声 自己的眼睛没瞎 耳朵也没聋 就听秦金党又说 我刚才去下面看了一眼 这些人好像是 简达精密制造公司的供应商 因为简达撤资 他们的货款没有拿到 就商量着一起到这来了 张卫正更加生气了 这个简达公司 还真是要把中华市 折腾散架了才肯罢休吗 秦金党见张卫正没有开口 就看了看曾毅 那意思是 让曾毅赶紧调人过来呀 免得下面的人情绪失控 再发生个什么冲击事件 那可就要出大娄子了 曾毅没有任何迟疑 掏出手机走到一边 低声打给了汪红毅 他吩咐王红毅 立刻派人过来维持秩序 但是不要有什么过激举动 免得刺激到那些供货商 张卫正此时问道 乌汉林同志在不在 秦金党赶紧就说 应该在 没有看到他出去 张卫正就吩咐道 你现在就去找吴副市长 让他出面 去安抚那些供应商 是啊 简达公司是你乌汉林 引到中华来的 现在简达撤资走了 却没有付人家供应商的货款 那就应该由你吴汉林去解决 秦金党一点头 转身就朝外走 他怕自己稍微一迟疑 吴汉林就要躲起来了 这种事又不是给自己脸上 增光天彩的 大伙自然是唯恐避之不及呀 秦金党刚出门 就看到吴汉林正端着茶杯 匆匆往电梯口去 秦金党心里着急 就喊了一嗓子 吴市长 先把吴汉林叫住 然后他就小跑着追了上去 吴汉林心里直叫倒霉呀 自己紧走慢走 他最后还是给秦金党堵住了 今天的事儿 怕是躲不过去咯 他站定脚步 看着秦金党 秦主任 我有一个会要去主持 你有事就长话短说吧 秦金党也不拐弯抹角了 吴市长 大门口来了一群人 说是简达的供货商 现在简达撤资走了 他们没有拿到货款呢 就到这儿来反映情况了 咱们市里能够跟简达联系上的 也就是吴市长您了 您看 吴汉林一皱眉很不悦地说道 简达撤资 又不是被我吴某人赶走的 吴汉林的意思是 冤有头债有主啊 谁把人家赶走的 你叫谁来负责吗 秦金党面色善善的心里说了 简达不是你赶走的 可肯定也不是我赶走的呀 你冲我发脾气干什么呀 他挤出一张笑脸 现在门口被堵着 如果不把这些人安抚下来 吴市长也没法前去主持会议呀 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啊 吴汉林也只能认了 真叫那些人闹下去 把事情闹大了 自己肯定也脱不了干系 因为简达是他引来的企业呀 现在惹下了麻烦 吴汉林肯定要负一定的责任 吴汉林拿定了主意 你先去把这些人稳住 我马上下去处理 他心想 我去 也不能让你秦金党轻松了 要不是你 我早就脱身走人了 秦金党没有办法 也只能答应下来 大主意还得吴市长来定 我只能是尽量稳住他们 这就是先把立场 他带清楚了 自己只负责稳住人群 其他的事情可不管 免得这一下去 就成了自个儿的事 吴汉林很不悦的点了点头 然后端着茶杯 又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也不能就这么 稀里糊涂的下去啊 要现在就下去 就变成了跟人空抹嘴皮子了 他得先了解清楚情况 最好是把简达公司 或者接手的SKM公司的人 叫过来一起处理 曾毅站在张卫正的办公室 往下看了一会儿 就看到秦金党下去 跟那些供货商好一番交涉 最后供货商推显出了几名代表 跟着秦金党进了政府大楼 随后呢 那个SKM公司也派来一名代表 同吴汉林一起去跟供货商代表商谈 解决问题的办法 门外的那些位供货商倒是没有在闹 可是围在政府门口不愿意散去 他们是在这里声援里面的代表 是公安局派来维持秩序的警察 就站在距离人群不远的地方 也没有上前干涉 只是远远注视着这些人的举动 看看差不多 曾毅就向张卫正告辞 张市长 没有别的事 那我就先走了 说着曾毅指了指窗户 意思是自己要去安排部署一些事情 张卫正也没说什么 只是微微点头 等曾毅拉开门要走的时候 张卫正的脸却变得极其严肃 这也算是支持曾毅了 曾毅下楼之后 没有做任何停留 直接驱车离开 然后回到了市局 下午的时候 曾毅再次接到市府办的电话 让他立刻前往市政府 参加一次临时会议 再回到市政府门口 曾毅发现那些供货商已经不在了 市政府门口又恢复了 往日的一派严肃气象 看来那些商人已经被吴汉林成功劝走了 今天的临时会议 就安排在跟市长们同一楼层的小会议室里 曾毅刚从电梯出来 就看到了端着茶杯 刚刚迈出办公室的杨明欣 杨明欣看到曾毅明显是治了一下 随后露出笑容 但是也没有说话 他朝曾毅招了招手 是以曾毅过来说话 然后又重新返回了办公室 曾毅也知道 杨明欣见到自己 为什么要那么停滞一下 因为环平报告的事情 杨明欣对自己已经是满腹牢骚了 只是碍于党校同学的这个情分没有发作罢了 所以呢 见了面就有些不自然 不过 看杨明欣的表情神神秘秘的 曾毅就跟了过去 进了办公室 杨明欣合上门 然后拉住曾毅坐到沙发上 曾老弟啊 今天这个临时会议 你知道是什么主题吗 曾毅一摇头 只是通知我来参加 没有说原因呢 杨明欣就叹了一口气 嗨 还是因为简达精密制造公司的事情 简达扯子走了 还欠了供货商八千多万的货款没结呀 供货商联系不到简达 新接手的SKM又不清楚这事 这供货商一看 这钱可能要打水漂啊 就把政府大门给堵了 要求政府出面解决 曾毅淡淡的问道 那个新来的公司 收购简达精密制造公司 难道就不弄清楚简达的债务情况吗 嗨 现在这个事啊 说不清楚了 他们一口咬定 简达没有向他们说明这件事 所以呢 这个货款 他们不能出 而简达已经撤资 饿了 一时半会儿又联系不上 今天的临时会议啊 就是商量如何解决这件事 曾毅点了点头 是啊 八千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杨明欣也附和的点点头 谁说不是呢 曾毅却突然问道 那杨班长是什么态度 杨明欣一愣 被曾毅这个问题打了个措手不及 片刻以后 他才露出一个苦笑 这事张市长跟吴副市长拿主意 我能有什么态度啊 曾毅不由 淡淡一笑 这位杨班长啊 永远都是如此 好处呢 总想多占几分 麻烦 却是半点也不肯沾 就跟只泥球一样 滑不溜手 曾毅就说 多谢班长提醒啊 要不然开了会 我还稀里糊涂的 哎 你谢什么 上了会啊 你看我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千万别逞强 跟曾毅 透露了临时会议的主题 杨明欣却不急着去会议室了 而是坐在那里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 眼看就到了通知开会的时间了 他还是不懂地方 曾毅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就站起身来说 那班长 我先去一下 咱们等会儿见 杨明欣很痛快地说了一句 好 会场见 随后又站起身来说道 我也准备一下 曾毅走进会场 发现很多人已经到了 尤其是高新区的领导 今天到了好几位 高新区的领导面色不佳 看到曾毅进来也没有起身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曾毅也不介意 他早就习惯开会这个样子 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顺手从包里掏出会议 要用的本子和笔 刚刚坐定 杨明欣就进来了 往常总喜欢在开会前 讲几句玩笑话的杨明欣 今天却是一反常态 面容严肃地直奔自己的座位 等坐下以后 就目不斜视地看着自己手里的茶杯 仿佛那茶杯是一件极其珍贵的瓷器 就连曾毅投过来打招呼的目光 杨明欣也似乎没有看到 时间一到 吴汉林和张卫正一前一后走进会议室 两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张卫正扫视了一圈 陈生说道 现在开会 就在今天上午 我是发生了一起极为严重的群体事件 影响十分恶劣 关于事件的具体情况 由吴汉林同志来做介绍 说完了 张卫正就面无表情地坐在了那里 如此简短地开场白 然后就把会议的主动权交给吴汉林 这也是十分少见的 吴汉林清了清嗓子 嗯 简大公司扯资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吧 会场没有人开口 但有不少人都点了点头 表示这件事自己是知道的 停顿了一下 吴汉林接着说 简大扯资之前 还有八千多万的款子 没有给原材料供应商结算 现在呢 这些供应商联系不到简大 就到我们市政府门口来反映情况了 要求市政府急于解决 说着 吴汉林的拳头还在桌子上轻轻一砸 以表示对这种行为很是憎恶 坐在吴汉林旁边的杨明新就开口说道 不像话 这是他们跟简大之间的商业活动 跟我们市政府有什么关系啊 又不是市政府命令简达不给他们结算货款的 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会场就有人点头表示赞同 是啊 这些人完全不可理喻嘛 冤有头债有主 又不是市政府欠了你们的货款 你们到这来闹个什么劲啊 啊 现在拿不到货款 你们就想起要政府给解决了 可当初你们赚钱的时候 怎么也不见来给政府送钱呢 人民政府为人民 你们想让政府帮忙解决问题 我们也认 可你们的态度能不能友好一点呢 方式能不能和平一些呀 非要堵起大门闹得人人节之吗 这是求人办事 该有的态度吗 吴汉林看了一眼杨明心 接着说道 虽说这是供应商和简达公司之间的事情 但发生今天的事件 并不能说是毫无缘由 也不能说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中的经验教训 以及暴露出来的问题 我认为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会场就有不少人面露诧异之色 不明白吴汉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事完全跟政府没有半点关系呀 就算有那么一丁点 也必须是没有啊 就听吴汉林继续说道 根据供应商的说法 他们今天到市政府来讨要货款 有两大理由 第一 简达公司是被我们中华市政府赶走的 所以他们来找我们讨要货款 第二 因为环评报告的撤销 简达公司关闭了喷涂生产项目 不但令简达损失了大量订单 他因为已有订单无法按期交付 而产生了大量的赔付 这也是简达公司无法按期结算货款的一个原因 杨明心不由稍稍一顿 然后重新专心致志的开始研究起自己的茶杯来 他已经知道 吴汉林这是要把火往增益那儿引了 可叫他郁闷的是 是自己挑了个头 说这事跟政府无关 这才让吴汉林接着这话茬 就往跟政府有关这个方向上引了 这可不是杨明心的本意啊 他那句话完全就是无关痛痒 是硬被吴汉林给挑出个茬来的 打定主意 杨明心就决定今天这个会议都不开口了 不帮吴汉林也不得罪增益 而副市长李介彤此时却开口说道 这些人的说法完全就站不住脚嘛 首先环凭报告是依据法律程序被判处无效的 有充足的证据 真要说错 那也是剪达公司自己的错 是他们的环保措施不过关嘛 其次 剪达的撤资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怎么能说是被我们赶走的呢 这个说法太荒唐了 照商引资是我们的一贯宗旨 对于外来投资 我们只会欢迎 哪有把剪达往外赶的道理 李介彤说完 就拿起杯子漫条丝里的喝了口水 会场的人神色各异 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李介彤会出来讲这个话吧 这是要把吴汉林后面还没有说的话给赌回去啊 就连正在研究茶杯的杨明新也抬起眼皮看了李介彤一眼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出这个头 吴汉林似乎也有些意外 但他并没有直接反驳李介彤 而是半侧过身子 看着在那里正研究茶杯的杨明新说道 明新同志啊 你是分管环保工作的 简达的环保措施是否真的不过关 环凭报告是否必须要撤销啊 杨明新可恨死吴汉林了 自己已经装了哑巴 你还不放过自己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杨明新能说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吗 答案肯定是不能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杨明新能说那份环凭报告问题很大吗 答案还是不能 吴汉林这是逼着杨明新表个态 杨明新只好硬着头皮开口 这个 这个 简达的环 简达的环保措施嘛 还是比较到位的 就算是有一些小瑕疵 也不是必须要撤销环凭报告 吴汉林就看了李介彤一眼 那意思很明白 最有发言权的杨明新都没有开口 你一个分管农业的副市长 跳出来算怎么回事啊 李介彤面色尴尬 他也没法再说了 再说那就是给杨明新难看了 他只好闷头喝水 也当起了哑巴 吴汉林环视一圈 见再没有人出来发表不同意见 就接着说道 刚才杨副市长的话 大家都听见了 我认为很有道理 谁不会犯一点小失误呢 我们的工作不也常有失误吗 可是不是犯了错误 就必须一棍子打死呢 简达的这个环凭报告 可能是有些粗糙 也存在一些问题 可诉诸法律宣判撤销 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了吗 我看未必 吴汉林忽然提高了嗓音 如果当初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能够更实际一些 更稳妥一些 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那么今天就很可能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为什么不给简达整改的机会 为什么不给环保部门解释的机会 为什么不考虑 宣判结果很可能会令一个健康的企业瞬间死亡 乃至影响到很多人的工作和前途呢 有了问题 不想着如何实事求是的解决 而是怂恿市民起诉 看似是尊重法律 实则是推卸责任 是将事情扩大化 甚至是别有用心 吴汉林的拳头再次砸向桌面 不过却比刚才的力度要大多了 就听他接着说的 这背后也反映出了我们一些年轻干部 经验不足 办事忙动 浩大喜功 工作方法 简单粗暴的问题 正是因为他们的经验不足和简单粗暴 才把一个原本很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搞得无法收场了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件 必须有人要为此负责 会场上一片寂静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在场的人有一半偷偷看向张卫正 另一半偷偷去描增益 吴汉林说让某人负责 大家心知肚明啊 那就是增益啊 之所以要看张卫正 是因为张卫正这位一把手还没表态呢 张卫正还是刚进来的那副表情 完全看不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增益就更离谱了 捧着杯子细品卖饮 那脸色平静的 好像完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吴汉林口口声声所说的那个该负责任的人 似乎也不是他增益 其实大家都明白 吴汉林这话说的是义政词严 其实是在混淆概念 简达公司的环保措施是不是过关 环凭报告是否合法 并不是杨明新说了算的 但吴汉林把杨明新顶了出去 大家就不好说什么了 你总不能同时得罪吴副市长和杨副市长吧 这就是吴汉林的高明之处 杨明新明明都被当枪给使了 可他还必须去当那把枪 李介同对吴汉林的说法很是不屑 哦 今天供货商来闹 你就说供货商来闹是有缘由的 那如果今天换了是和胜小区的居民来闹呢 不知道你吴汉林又是一副什么强调了 过了两久 张伟正终于咳了一声 打破了会场的沉寂 就听他说道 汉林同志 说说今天谈话的结果吧 事情已经出了 该如何妥善解决 你的意见是什么呀 就听吴汉林说道 新来的SKM的代表说 自己的收购协议中不包括债务 这笔钱只能由简达来出 而现在简达还联系不上 吴汉林简单一解释 语调再次拔高 事情该如何处理 我的意见就是 谁的孩子谁帮走 谁惹出的娄子 谁负责来解决 张伟正又看向杨明欣 张伟正又看向杨明欣 明欣同志 你的意见呢 这个 杨明欣不敢乱说了 事情出在了环保口 这事我有责任 张市长和吴副市长 认为怎么处理好 我全力配合 张伟正又看向会场 发现大家都把视线收了回去 杨明欣这个分量最重的副市长 都选择明哲保身 自然没有人再愿意 蹚这个浑水了 张伟正的视线 最后落在了曾毅身上 他说道 曾毅同志 你也讲两句吧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伟正看向会场 发现大家都把视线收了回去 杨明欣这个分量最重的副市长 都选择了明哲保身 那自然也没人再愿意 汤这个浑水了 张伟正最后把视线 落在了曾毅身上 曾毅同志 你也讲两句吧 曾毅缓缓地放下茶杯 杰克说道 我的想法和吴副市长一样 冤有头债有主 是简达欠了钱 又不是我们政府欠了钱 我们能做的 就是帮助这些供货商 通过法律的途径 拿回货款 会场集体恶然 曾毅所说的 冤有头债有主 跟之前吴汉林所说的 谁的孩子谁暴走 听起来似乎是一样的 可这两个人的结论 却是有天壤之别呀 吴汉林气急返校 好啊好啊 我倒要听一听 曾毅同志准备 如何通过法律途径 帮助这些供货商 拿回欠款 大家也觉得 曾毅是疯了 还评报告 曾毅要走法律途径 结果闹得不可收场 现在讨要货款 曾毅又要说 走法律途径 这脑袋不知道 是得了脑膜炎呢 还是只剩下一根弦了 曾毅没有看吴汉林 而是看向张卫正接着说 张市长 今天上午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事局方面 就已经介入调查 有一件事情 我正准备向市里汇报 就在开会之前 我局 金针支队的同志 已经成功的将简达的曹江鹏 和SKM的布朗拘捕归案 拘捕 吴汉林 难道他不清楚 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会场上其他人的反应 也比吴汉林好不到哪去 杨明星差点就把自己手里 那个珍贵的茶杯 失手打翻 所有人都看着曾毅 目光中带着惊骇 一下子 一下子抓了两名外商 这曾毅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这可比什么火烧方明线 一晚上荡平中化市所有的娱乐场所 还要令人惊恐 难道真的就没有他曾毅 不敢做的事情吗 感觉到手指上烟蒂传来的灼烧感 张卫正这才回过神来 他伸手快速的摁灭了烟蒂 曾毅同志 究竟是什么情况 你详细介绍一下 曾毅就说 根据我们经侦人员的调查 简达公司和SKM公司之间的收购 很可能是一笔虚假交易 双方约定的收购价格是三千万美金 而就在达成收购之前 SKM公司的账上多了一笔资金 数额正好是三千万美金 没等曾毅说完 吴汉林很粗暴的打断了他的话 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难道就凭这一点 你们就认为 他们的收购是虚假交易吗 这三千万美金 或许正是SKM筹集到的收购资金吗 曾毅看了吴汉林一眼 然后再次看向张卫正 淡淡的说道 令人奇怪的是 SKM公司账上这三千万美金 是由简达提供的 啊 吴汉林的嘴巴这次可是彻底合不上了 他显然被曾毅所讲的这个消息给惊呆了 会场上其他人也是目瞪口呆 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呢 这事也太离奇了 SKM公司收购了简达公司 而收购资金却是由简达公司提供的 自己出钱叫别人把自己的资产买走 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啊 不管卖的是什么药 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里面绝对有猫腻 就听曾毅接着说道 有鉴于此 我们认为SKM和简达之间的收购 是一次虚假交易 其目的就是为了要赖掉供货商的材料款 曾毅说到这儿 又扫视了一眼还没有回过神来的吴汉林接着说 因为涉嫌虚假交易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身份特殊 为了防止他们潜逃 我们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将他们二人拘捕归案 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会议是众人的心情许久才平静下来 这可能是他们从政以来所碰到的最离奇的事情了 要知道 简达投资旗下资产无数 实际控制资本可能高达数十亿 现在为了区区八千万的货款 竟然连虚假收购的事情都搞出来了 不管怎么想 都叫人有些想不明白 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嘛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又不由得他们有所怀疑 而且上午的时候 简达公司的那些供货商才刚刚堵了政府大门呢 吴汉林现在都快郁闷死了 自己造足了事 甚至还强硬的把杨明欣绑在了一起 下一步自己就要捅出有人干涉司法公正的事实 准备强迫增益接受处理供应商货款这个烫手山芋 以惩戒增益打破不成文办事规则的行为 谁知还没等自己这边逼迫呢 增益就已经在处理这件事了 而且是抓贼建赃 直接把两家公司的负责人都给抓起来 反过来一看 吴汉林刚才造的事情 岂不是成了笑话 因为他句句都在维护简达 而句句都在批评自己的干部 最后直唱点增益的名字了 吴汉林又岂能不崩溃呀 他本想狠狠地惩戒增益 谁知道却被增益狠狠地惩戒了自己一回 增益明明已经抓到了人 开会之前却只字不提 开会的中间也不汇报 一直等到自己把戏唱足 就等着收场了 增益这才慢条思理地进行汇报 这一下把吴汉林彻底晾在了戏台子上 无法收场也下不来台了 负责会议记录的秦金党 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然后在心里叹了口气 吴汉林在中华市 一直都是市委书记赵真吉的传声筒 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见 这次好不容易挑起个事 结果还选错了对象 一脚踢在了石头上 这个滋味怕是不好受吧 秦金党以前也尝过这种滋味 他可是深有体会 所以在本子上就记下了一笔 他发现 增益每每处于绝境 总会有那么神来一笔 然后奇迹般的逆袭翻盘 这种能耐可是很值得自己 认真地去揣摩和学习 这个时候就听张卫正沉着脸 狠狠地说了一句 不像话 也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在骂简达 还是指桑骂怀 说给吴汉林听的 不过 吴汉林的脸色却是红了又白 白了又青 连续变换了好几次颜色 最后默默地拿起茶杯 跟李戒彤一样专心喝茶去了 杨明心比吴汉林更郁闷 他被吴汉林当了枪使 使也就使了 结果还打了个拖把 没有命中目标 还差点误伤自己 早知道这样 自己刚才就该坚决站出来 反对吴汉林 现在可倒好 自己想两面不得罪 结果两面都没讨好 反倒还不如李戒彤呢 李戒彤这个时候也不喝茶了 他刚才帮曾毅说了句公道话 一是因为曾毅放过了自己的儿子 得适之后也没有继续找自己的麻烦 这让李戒彤知道 曾毅是个就事论事的人 不会无缘无故的针对某人 二来是因为李戒彤 见多了曾毅的神奇翻盘 曾毅今天坐在会场上那个架势 李戒彤太熟悉了 印象也太深刻了 自己以前可不止一次 就栽在了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李戒彤认为 曾毅必定还有后手没有使出来 他帮着曾毅说了句话 被吴汉林反驳回来以后 就什么也不讲 坐等着看吴汉林吃饼 果不其然 吴汉林吃了个大饼 他口口声声说 有人干涉司法公正 处心积虑的要赶走简达 为中华市制造了一系列的麻烦 而曾毅轻飘飘的两句 这事情就颠倒了过来 变成了简达公司处心积虑的 要撤资离开中华市 临走不单黑了供货商八千多万 还留给中华市一个烂摊子 最可恶的是 曹江鹏之前的三个表态 为简达赚足了人气 也博取了足够的同情 倒让中华市白白当了一回恶人 张卫正对曾毅命令道 这件事一定要追查到底 张卫正知道古浪集团和曾毅存在私人恩怨 但没有想到古浪集团会如此无耻 竟然搞出这么卑鄙的事情 中华市无端当了恶人这么久 张卫正心里也肯定是一肚子气 如此可见 那天专家组被挡在了路上 怕也是古浪集团故意制造出来的 曾毅点头应道 是 我们已经在对事情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了 张卫正收回视线 看着会场的人说道 刚才吴副市长提到了 处理企业纠纷的问题 我再补充两句 我们中华市 已经给企业创造了十分优越的发展环境 这个环境是我们多年努力经营的结果 在处理企业纠纷的时候 我们不光要有智慧 更要有原则 不能纵容某些企业的刁蛮之气 更不能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甚至是绑架我们政府 让我们的干部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和保护伞 年轻干部处事经验欠缺 值得我们重视 但某些干部毫无立场原则 更值得请提 吴汉林脸色铁青 右手紧紧的攥着杯子 那青筋都露了出来 今天这个会自己是彻底栽了 没有承接到增益立威 反倒吃了张卫正的一顿冷嘲热讽 说自己是某些企业的代言人和保护伞 要不是在开着会 有这么多人看着 吴汉林怕是都要把手里的杯子给摔了 在吴汉林还没有把手里那个茶杯捏碎之前 张卫正宣布散会 然后留下了增益 他要听取关于简答虚假交易的详细汇报 吴汉林一言不发 捧着杯子就离开了会场 其他人自然也不多说什么 一个个悄悄走出会场 心说 以后还真不能跟曾局长做对手啊 这个人太可怕了 不仅仅是智慧可怕 更可怕的是曾局长的胆量啊 一下子就抓了两个外商企业的负责人 这个事放在整个东江省 怕是都没人敢做呀 回到张卫正办公室 张卫正请曾毅和自己一起坐在沙发上 小曾啊 简答的背后 可是古浪集团 又牵扯到外商投资 你这边办案 一定要有真凭实据 曾毅点头应道 已经有人说我干涉司法公正了 要是没有真凭实据 我是绝对不敢抓人的 张卫正微微点头 是啊 古浪集团固然能量不小 但只要真凭实据在手 量他也翻不出什么浪来 最后多半还是要向曾毅妥协 张卫正又问道 这人是抓住了 可是供货商的欠款怎么办呢 曾毅就说 我已经派人去联系那些供货商了 后面怎么做 我也有计划了 张卫正见曾毅 并没有说具体是什么计划 就明白估计这是不方便自己知道 他也就不多问 坐在那儿 他尝出了一口气 感慨地说道 试图艰险啊 一个小小的疏忽 很可能就要落进万丈深渊 小曾啊 你还年轻 今后仕途的路很长 要知道 得饶人处且饶人 能不树敌就不树敌的道理啊 曾毅点了点头 相似的道理 他以前也从康德来那儿听到过 张卫正 这不是劝自己跟古浪之间 化干戈为玉波 只是为了让自己今后的仕途 更好走一些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这样的道理 曾毅也明白 可古浪不明白 他三番五次地找曾毅的麻烦 非要把曾毅彻底搞臭 这已经超过了曾毅的忍耐底线了 对于这样的事情 曾毅的对策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必须将对方一棍子打死 其实 刚才在会上 曾毅也故意混淆了一个概念 那个给SKM公司提供了三千万美元的企业 并不是简达 而是古浪集团旗下的另外一个投资集团 简达就算是再嚣张 也不会犯这样明显的错误的 因为杜若向美方提了要求 让美国方面调查简达和SKM之间的收购交易 美国方面以为这跟伪超案有关 所以调查起来完全是不遗余力 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们不单查到了这笔钱的来历有些奇怪 而且通过这种手段 最终查明这笔资金虽然是赚了好几个圈 却是古浪集团的另外一个投资部门所提供的 而那个所谓的SKM公司 完全是个皮包公司 目前还没有查到跟古浪集团有任何关联 但很有可能跟古浪集团有着莫大的联系 可能就是古浪集团用来规避一些风险的傀儡公司 古浪集团的三千万美金 通过投资的名义投给了一家企业 然后再通过不同的名义 在好几个公司来回兜转之后 最后进入了SKM公司的账户 这笔钱最终还要回到简达公司的账上 曾毅今天在会上说 那三千万是由简达提供的 一是要堵住吴汉林的嘴 二是要配合接下来的行动 他要利用这三千万将古浪集团 彻底脱下水给古浪 致命一计 在没有行动之前 曾毅这么讲也算是麻痹一下古浪吧 至于能不能有效果就很难说了 但这并不影响他接下来的行动 从张卫正办公室出来 曾毅就看到了正站在电梯口 似乎准备是要出门的杨明新 杨明新一看到曾毅 就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要出门的事情 一把上来拽住曾毅的胳膊 懊悔的叹息道 哎呀 曾老弟啊 早知如此 我当初就不跟你打那个赌了 看来这简达公司 真是没打算整改呀 曾毅笑了笑 杨幅长 你还没输呢 现在后悔可有点早了呀 杨明新一愣 不明白曾毅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随即就说 虚假交易都搞出来了 简达明显是没安好心的 他们是不可能整改的 愿赌服输 曾老弟啊 随我到办公室去 我这就把赌注双手奉送 曾毅呵呵一笑 脚下却没有挪步 杨班长你愿意输 我可不能收啊 杨明新假作生气的样子 你这是要让我言而无信吗 曾毅笑道 现在输赢还没有结论呢 我这样就拿走了杨班长的赌注 最后可能还要再奉送回来 何必再折腾这一回呢 就让这赌注啊 在杨班长那里再多待几天又如何呀 杨明新见曾毅是真不愿意去拿 但又看不出 他是不是因为刚才的会议生了气 最后一想 索性摊开手就说 也罢 就让他在我那儿多待几天吧 跟杨明新在电梯口寒暄两句 曾毅就离开了市政府 出门之后 曾毅接到一个电话 是汪红义打来的 说是庞东海在半个小时前派人来通知 让曾毅参加完市里的会议后 就到市委去参加政法委的会议 曾毅只好让司机掉头 再往市委赶 谁知刚到了市委门口 又接到了汪红义的电话 说是庞东海来了新通知 今天的会议取消了 曾毅一阵诧异 然后才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庞东海今天开的怕是个批斗会啊 他是想在武汉林发飙之后 开个会再踩上曾毅一脚 这算盘打得倒是挺好 可刚才的会议结果 却出乎他的意料 庞东海见形势不对 就只好取消了这场批斗会 这会儿 庞东海怕是正在办公室里摔杯子呢 可惜啊 曾毅可没兴趣去看庞东海那生气的样子 他让司机掉头往高速路口去 他还要赶往云海去见一个重要的人物 此时的京城 邱老和李德群再次坐在了梁亭里 今天是邱大军出院的日子 李德群借着这个机会再次来到了京城 找机会向邱老当面汇报鉴定的结果 邱老提着拐棍 气势磅礴地指着李德群说道 王八高刺的 大军这一住院就有人说 说我要无后了 德群你说 我到底有后无后 李德群赶紧就说 老首长有后 邱老的拐杖明显颤了一下 然后转身对身后的警卫参谋说道 大军啊 你去把他叫来 德群特意从东江过来看他 他躲起来算怎么回事 警卫参谋应了一声 就回去找邱大军了 这亭子里只剩下两个人 刚才还挺直着腰杆的邱老 突然就站不住了 拐杖拿在手里直颤抖 李德群过去 一把扶住邱老 老首长 你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邱老坐下 却抓住李德群的手 一双虎目直盯着他的眼睛 沉声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李德群再次点头 肯定地说道 曾文府就是吃道士 好啊 好啊 邱老把拐棍竖在身前 两只手不停地摸缩着 几十年了 他心里都没有什么指望了 李德群突然很肯定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他都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讲了两个好字 李德群来之前也是做足了功课 他料到邱老多半就会是这种反应 也和张瑶华商量好了如何应对 现在邱老是过于激动和高兴 必须要让他尽快平复心情 李德群就说 老首长 这未必是件好事啊 邱老激动的情绪立刻就减低了很多 是啊 如果是在几十年前 自己一定会大声地笑 放开了笑 然后告诉所有人 告诉他们自己找到孙子了 可现在呢 自己就是连高兴也不能大声地笑 原因就是李德群所说的 这未必是件好事啊 邱老的心情慢慢平复了下来 他看着李德群 德群 你说句实话 我能够认到他吗 李德群也早想到邱老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他又沉吟了一下 这才说的 如果他雨意丰满 成了气候 或许可以啊 邱老听了以后 就陷入了沉默 没有再说话 而是积目远眺 像是在思考什么 很重要的问题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当鼓浪听到 曹江鹏和布朗 都被中华市公安局 抓起来的消息的时候 他一时目瞪口呆 他差点以为是自己的耳朵 出了问题 这姓曾的胆子居然这么大 在各方面 正在向中华市施加压力的同时 他竟然敢一下子就抓了两名外资企业的负责人 鼓浪黑着脸 紧咬牙根 他恨不得马上撕了 不过 也得先弄清楚具体情况 什么时候的事情 抓人的理由是什么 报告的电话里说 是一个多小时以前的事情 抓人的理由是 简达和SKM进行虚假收购 企图赖掉公用昌的八千多万货款 鼓浪的心里异常吃惊 虚假收购的事情进行的非常隐蔽 增益一个小小市局的局长 以他的能力根本就不可能查到其中的真相 别说中华市局不行 就是公安部的经侦局出马 也照样不可能查到真相 再说了 简达旗下资产数十亿 现在为了区区的八千万人民币 就进行虚假收购 这说出去谁能相信呢 鼓浪追问他 他有没有证据 电话里说 眼下只是中华市局的单方面行动 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不过曾毅声称 有证据可以证实 SKM收购 简达精密制造公司的三千万美金 是由简达自己提供的 鼓浪气急败坏的骂道 他在胡扯 那笔钱根本就和简达没有半点关系 要么是自己的行动被曾毅看出了什么破绽 要么是这曾毅纯粹就是胆大包天 企图先抓人再找证据 鼓浪并不相信曾毅已经掌握了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就算他能量通天 也绝不可能查到别的国家去 而且这笔钱还绕了很多个国家 这已经超出了增议的能力范围 电话那头请示道 顾总 现在怎么办呢 鼓浪都恨不得要摔电话了 可他还是不得不先压住自己的火器 想了一下 鼓浪吩咐道 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 想所有能想的办法 务必让他姓曾的 立刻放人 鼓浪说这话的时候 都快把牙根给咬碎了 他千防万防 却没有防住曾毅这么一招 这小子被逼急了没办法 竟然使出了先抓人这一招 曹江鹏可不是杰克王啊 作为简达的负责人 曹江鹏是鼓浪的左膀右臂 真要是在局子里 供出点什么来 搞不好就无法收场了 鼓浪觉得 曾毅现在明显就是疯了 想了想 鼓浪又拿起电话 拨给庞乃杰 准备商量一下如何应付 而这个时候 在云海市的火锅店里 曾毅正在漫条丝里的喝着茶 对面坐着的 正是满头大汗的小David 在中国待的时间长了 小David居然喜欢上了吃火锅 每次都要吃到浑身冒汗 才肯罢休 正喝着茶 电话却响了 曾毅拿出手机一看 是庞乃杰打来的 就按下接听 笑着说 是三哥呀 京城一别 三哥最近可好 电话里庞乃杰哈哈笑着 哈哈哈哈 托曾老弟的服务一切还好 上次在医院里也没有跟曾老弟戏聊 甚为遗憾啊 曾毅淡淡一笑 有的是机会呀 我还准备多向三哥请教呢 曾毅等着庞乃杰 先道出今天的主题 一阵寒暄 庞乃杰试探性的问道 曾老弟啊 有件事要向你求证啊 三哥请说 刚才古浪集团的古少给我打来电话 说是中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人 把他旗下简达投资的负责人给抓了 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啊 曾毅毫不推卫 谁有这事 哦 怎么会这样呢 古少啊 跟我还算是有些交情 他也不知道是听谁讲的 说你我关系不浅 就拖到我这里来了 你给三哥我交个底 简达的事情到底严重不严重啊 曾毅就明白庞乃杰的意思了 这是来帮古浪探一探虚实 看看自己手里到底有没有实证 曾毅就说 简达的事嘛 倒是不严重 说白了 就是八千万的货款 庞乃杰琢磨了一下 还是无法肯定 曾毅手里到底有没有实证 他又说 如果只是货款 那就好办了 回头呢 我 曾毅此时打断了庞乃杰的话 三哥 这件事就不必管了 这是我和古浪之间的事情 庞乃杰一听就说 啊 这话怎么讲啊 其实庞乃杰心里已经明白了 就听曾毅说的 从丰庆县开始 古浪集团就处处针对我 先是那个杰克王 再是曹江鹏 他们三番两次的给我制造麻烦 要是不给他们一点教训 以后谁还会把我曾毅放在眼里 庞乃杰赶紧就说 嘿嘿 曾老弟啊 三哥呢 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这冤家一姐不一姐 尤其是在官场 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好啊 就听曾毅说的 不是我要恕这个敌人 是有人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啊 三哥的意思我明白 可这次我只能是博了三哥的面子 唐乃杰就知道自己没法再讲了 再讲那就是要帮曾毅 还是帮古浪的立场问题了 他赶紧说 哎呀 什么博不博面子的 我本来也没答应古浪什么嘛 曾毅恢复如常 就笑着说 那改天我请三哥喝酒 哈哈 我请 这古浪啊 也太不像话了 今天这个事呢 就直到我什么都没讲 挂了电话 庞乃杰面露疑惑之色 以他对曾毅的了解 曾毅绝不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就抓了曹江鹏 可是从今天这个电话上来看 曾毅又似乎纯粹就是在撒气 不像是掌握了什么证据 难道就像古浪所说的 曾毅根本就是在狗急跳墙 那三千万美金根本不是简达提供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虚假收购 一时之间 唐乃杰也搞不清楚状况了 眼下能做的 还是赶紧先把曹江鹏捞出来吧 小戴卫看曾毅收起电话 他也放下筷子 拿起毛巾擦了擦手 一边就说 啊 太过瘾了 曾毅笑了笑 那以后你回国 我看还得雇个厨子随行啊 小戴卫现在的汉语非常流利 嗯 那也不如这里地道 他连地道这词居然也知道 放下毛巾 小戴卫又说 刚才你说的那件事 我看没有任何问题 就看你想办到什么程度了 曾毅端了端手里的茶杯 一字一句地说道 最好是倾家荡产 老底坐穿 小戴卫一愣 随即笑了起来 哈哈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多谢 曾毅把茶杯 向小戴卫摇敬一下 然后浅浅地引了一口 小戴卫也提起茶杯 怪异地说道 啊 不谢 不谢 吃完饭 曾毅返回中化 就在回城的路上 就接到了七八个电话 都是询问案情 并要求曾毅马上放人的 其中 省外事办和省外商 投资企业协会的口气 最为严厉 可惜呢 曾毅是没答应放人 可也没说不放人 至于案情呢 曾毅则以目前还不方便透露为由 拒绝回答 鼓浪发动了所有能动用的一切力量 各路神仙 齐齐向中化市局施加压力 可到了晚上 非单曹江鹏没有被放出来 简达的账户和资金反倒被暂时冻结监控了起来 一来是配合调查 二来是防止简达抽逃资金 第二天 鼓浪不得不使用自己的老办法 利用媒体的报道 继续施压 此时的鼓浪有些气急败坏了 坐在办公室里连续摔了好几个杯子 曾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抓了曹江鹏 可僵持了一天 东江省和中化市竟然毫无反应 自己虽然持续施加压力 却奈何增议不得 鼓浪也明白 东江省和中化市都没有做出反应的原因 那是中化市公安局还没有把案件移交 目前谁也不清楚曾毅手里究竟有没有证据 而真正有分量的人物 这个时候反倒不好给予表态 鼓浪狠狠的一拳砸在桌子上 气横横的说道 这个姓曾他能有个屁证据 具体的事情他最清楚了 那三千万美元根本就和简达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的人都被曾毅给唬住了 他恨恨的咬了咬牙 我看你能撑到几十 是啊 有媒体的关注和上面的压力 曾毅总不能无限期的把曹江鹏拘押 挨到明天 曾毅要是拿不出实在的证据 就必须放人 一直等到天快黑了 鼓浪也没有等到中华市局放人的消息 这叫他有些压不住火了 正要发脾气 秘书捧着个电话走了进来 神色七七有些欲言又止 古浪就知道不会是什么好消息 他当下喝道 什么事 讲 秘书就说 总部那边的法律顾问刚刚打来电话 说是简达的供货商已经联合起来 在美国那边对我们提起了诉讼 要求总部带简达偿还货款 做他娘的梦 古浪咆哮了一声 虽说简达是古浪集团旗下的公司 但两个企业各自独立 哪有古浪集团替简达还债的道理 就算简达破产敌债 也不可能牵连到古浪集团的 就见秘书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说 古总 劳伦律师事务所已经接下了 简达供货商的诉讼请求 古浪继续咆哮道 谁这都没用 这帮神经病 他们以为那是什么地方 显然 他根本就没有把秘书的话听进去 秘书不得不再次提醒道 总部那边已经接到了律师函 这次的案子是由劳伦女士亲自负责 劳伦女士可是已经有三十年 没有输过官司了 古浪的表情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瞪大了双眼 一下子站起身来 他经文道 你说 劳伦女士 接下了这些混蛋的案子 秘书连连点头 是啊 古总 电话里是这么讲的 古浪插起腰在桌子后面 狠狠的夺了两趟 他实在是想不通啊 劳伦为什么会接这么一个案子呢 据古浪所知 劳伦接的案子那可都是超级官司呀 如果是经济纠纷案件 那每桩案子的涉案金额都会在数十亿美元以上 要低于这个数字 那配不上劳伦女士的身份呢 劳伦女士也犯不着 为那撒瓜俩早的去浪费唾沫 可这一回 劳伦竟然接下了这个涉案金额 才八千万人民币的案子 按照以前的标准 这些钱全给劳伦 还不一定够他的律师费呢 而最令人想不通的是 劳伦最近几年已经很少接案子了 上一回接案子 还是一年多之前的事 这时隔一年半 劳伦又开始接案子 而且还是接了这么小的一个案子 这完全没有道理啊 古浪懒得替劳伦操心 他这么想 是因为他很清楚 向来战无不胜 善于打超级大官司的劳伦女士 突然接了这么一个小官司 这绝对会引发极大的轰动和关注 就算不考虑这个官司本身 仅仅是时隔一年多重新接案子 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受关注的新闻 到时候官司一打 媒体就会蜂拥而至 把镜头齐齐对准 古浪集团 古浪根本不敢想象 届时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因为他太清楚那些美国媒体的能量了 那几乎是可以把古浪集团挖个底朝天呢 而最关键的问题是 古浪集团的很多内幕 是不能见光的 想到这儿 古浪脑门上就冒出了一层冷汗 这官司根本就不能打 如果是换了其他的律师 古浪都可能会把这官司打到底 他每年花那么多钱 雇佣法律顾问也不是摆设 古浪集团的律师 那也是超级大律师 不能说是战无不胜 可也是很少输官司 只是面对捞论 哪怕有百分之百赢的可能 古浪都不敢打这个官司 因为不管这官司是输是赢 古浪集团都会输得很彻底 他来回夺了几圈 这才想起秘书手上还拿着总部打来的电话 于是恼怒的喝了一声 把电话给我 秘书不敢吭声 快步上前把电话交到了古浪的手中 古浪接起电话 努力平抑着自己的情绪 我是古浪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些人不去起诉简答 反倒起诉我们总部 总要有个理由吧 电话里的声音报告说 古总 我们已经约好了 明天双方律师见面 到时候才能清楚对方手里是有什么样的证据 不过 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 对方不起诉简答 而起诉我们总部 是因为对方手里有证据可以证明 SKM收购中化市简答精密制造公司的三千万美金 是由我们总部投资部门所提供的 古浪当时就闷哼了一声 他感觉自己的头上像是有一道闪电窜过 当时就头皮一紧 整个人像是触电一般 浑身肌肉都开始收缩 让古浪差点一口气就喘不上来 他太惊骇了 之前曾毅说 那三千万美元是由简答提供的古浪嗤之以鼻 他认为 曾毅不过是捕风捉影 而现在 那些供货商却能准确的说出这三千万美元的来处 古浪岂能不惊啊 这可不是捕风捉影能够解释过去的 而且只凭着捕风捉影的猜测那些供货商也不可能来起诉古浪集团 这只有一个可能 那些供货商手里确实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的三千万美金是由古浪集团提供的 古浪半天没回过神来 这太不可思议了 那些供货商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别说他们只是国内的供货商 就算他们是世界级的供货商也不可能查到那笔钱的来龙去脉 唯一的解释 那就是有人在背后给了那些供货商极大的支持 可这个人是谁呢 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力量追查到那笔钱的来处和去处的呢 古浪一下子摊坐在办公椅上 他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自己或许是上了增议的当 一直以来 所有的人都认为简达是针对增议所设的一个局 包括古浪自己也这么认为 因为这个局就是他自己布下的 可现在看来古浪才恍然发现 简达这个局可能根本就是针对自己的 那个真正布局的人不叫古浪 而叫增议 古浪在一步一步把增议往局里推的同时 又何尝不是让自己越陷越深 一步一步推着自己也陷到了这局里呢 电话那边不知道古浪这边的情形 就听他继续说的 他们起诉我们总部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简达的资金被暂时冻结和监视 而曹江鹏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到简达 这些人急于要回货款 不可能等到案子了结 所以就找到了我们的头上 古浪啊了一声 他已经彻底想明白了这一切 那个站在供货商背后的人就是增议 他之所以称那三千万是由简达提供的 目的就是要控制曹江鹏和简达公司 然后引导着供货商在美国去起诉 古浪集团总部 这是要把古浪集团脱下水 想到这儿古浪的肠子都毁清了 早知如此 在简达宣布撤资的那个时候 自己就该收手了 那个时候就算增议查到这三千万美元 是由古浪集团总部提供的 他也无计可施 因为涉及虚假交易的前提 必然要有一个利己的目的 正是这些供货商一闹 才给了增议一个实实在在的把柄 因为即便这个交易真的是虚假交易 但只要不牵扯中化方面的利益 增议就无权干涉 原因也很简单 不管是古浪集团还是简达公司 又或者是SKM公司都不是在国内注册的呀 可这供货商一闹 一是坐实了虚假交易这个名头 二是跟中化牵扯上了关系 或许增议早就知道了那三千万美金的来处 只是苦于无权干涉 而供货商的欠款 就是给了增议一个正当的借口 古浪这时候肠子毁清也没有用了 自己明明都已经把增议推到了悬崖的边上 可最后一下用力太猛了 反被增议抓住自己一扯 可能增议都不用实力 自己就要跟着往下一起掉 什么叫做害人中害己呀 眼下这就是最好的解释了 只是有一件事古浪很不明白 增议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 又是通过什么渠道 查到那三千万美金的来处的呢 这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自己知道增议有这种能量 就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来设计它呀 这根本就是自投罗网嘛 当然了 眼下还有另外一个让古浪想不通的事情 那就是劳伦女士为什么要接简达供货商的案子 如果劳伦不参与 自己还可以跟增议继续斗下去 谁输谁赢 仍旧是个未知数 可劳伦这一出手 让古浪连还手的机会都没了 凭着呢 三千万美金的证据 只要劳伦愿意 他甚至可以把古浪集团告到破产倒闭 因为古浪集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操作简达 那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操作别的资产 可能不等官司开庭 光税务审计部门就已经把古浪集团搞瘫痪了 美国的税务部门有多么强大 古浪可是非常清楚的 这时候电话里传来声音 古总 古总啊 古总 那边还等着古浪的回复和指示呢 办公室里的秘书见古浪坐在那失神 也不由上前提醒道 古总 总部那边还等着您的指示呢 哦 古浪回过神来 依旧是失魂落魄 坐在那里又好半天才对着电话说道 这件事务必不能让媒体知道 明天双方律师见面之后 确定对方手上是否有直接证据 就马上通知我知道 那边答应一声 好的古总 古浪挂了电话 他很想把这电话摔掉 可实在又没有力气 他的力气在得知 捞论女士接受案子的那一刻 就像是被人抽空了 秘书此时又壮着胆子上前问道 简单那边已经找好了律师 是东江省的图号送师许建伟 律师明天一早前往中化 相信一定能把曹总 古浪把电话狠狠砸在桌子上 电话在桌面上弹起之后又掉在了地上 就听他恶狠狠的喝道 什么头号送师 全他娘的扯淡 之前 古浪还担心 曹江鹏会对曾毅交代出什么来 现在看来 那根本都是多余的 或许曾毅压根就没想从曹江鹏那得到什么 东江省的头号律师又如何呢 现在别说是把曹江鹏捞出来 你就是能把曾毅立刻拿下 也已经无法挽回败局了 因为真正对古浪造成致命威胁的 已经不再中化了 而是来自于万里重阳之外 现在把曹江鹏捞出来有什么用呢 搞不好过几天还得亲自再把他送进去 古浪郁闷至极 如果这次的事情无法善罢甘休的话 也只有由曹江鹏扛下这一切 而即便是这个结局 也不是自己能做得了主的 这得看曾毅究竟是想把自己怎么样 如果曾毅一定要弄个你死我活的结局 那古浪集团就等着倒霉吧 秘书见古浪脸色很不好 也不再提律师的事 小心翼翼的拾起电话 然后出去通知简达那边 暂时先不要让这位许大律师 去中华展开行动 一切等古总的吩咐 古浪阴着脸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他没有想到在转眼之间 自己就会坐困愁城 而且是一筹莫展 自己以为曾毅风格变了 没想到曾毅的反击 依旧是那么犀利 抬起手摸向桌上那部坐机 古浪习惯性的要找庞乃杰 去商量对策 不过守在电话听筒上放了好几分钟 他最终也没有拿起那部电话 这个时候找谁都不管用了 庞乃杰能量再大 也没能制住增益 更别提捞伦女士了 眼前的局面 或许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自救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思 医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第二天一上班 曾义刚走进办公室 汪洪义就送来几份 需要紧急处理的文件 有市局的 也有市创未办的 把文件放在桌上 汪洪义又说 局长 简达已经聘请了律师 今天可能就会抵达我们中华市 曾义误了一声 打开一份文件 看了起来 似乎对这个事情不太上心 汪洪义又提醒道 这次简达所聘请的律师 叫许建伟 是我们东江省名气最大的律师之一 尤其擅长打经济力案件 打赢过很多官司 就听曾义问道 建设规划局那边有消息吗 曾义手上拿着的这份文件 正好是市创未办送来的 这让曾义又想起了那几个重大项目 汪洪义愣了一下 赶紧摇摇头 哦 还没有消息 曾义不由皱了皱眉 看来这事儿 只能由张卫正出面去协调解决了 吴汉林对自己有意见 可还不敢耽误张卫正的大事 前几天 汪洪义着实给曾义捏了一把汗 简达的撤资和供货商的赌门 几乎把曾局长逼到了绝境 可没成想 事情在一刹那间就发生了逆转 简达跟SKM的老总 因为虚假收购双双被拘 很显然这件事曾局长一定筹划了许久了 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虽然明明知道曾义敢抓人 就肯定还有后续的动作 可这两天各方面施加压力 要求中华市局放人 却让汪洪义不得不又捏了把汗 他这个办公室主任 这两天可是没少接这样的电话呀 汪洪义很紧张 可曾义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他不关心那个叫什么许建伟的律师 反倒更关心创位项目的进展 见曾义皱眉不语 汪洪义又汇报了一条好消息 曾局长 环保局那边倒是消停了 再也不提上诉的事情了 曾义看着手里的文件 他对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 杨明欣最会审时夺势 简答的事情有变化 杨明欣自然是要观望一下的 见曾义没有别的吩咐 汪洪义就说 局长 那我就先出去了 说完 汪洪义转身往门外走 义把拉开办公室的门 却差点跟一个人迎面撞上 在他出门的同时 有人伸手准备敲曾义办公室的门 这手差点就敲到汪洪义的脑门上 汪洪义问他 你找谁 眼前这个人的衣桌打扮倒是很不一般 只是双眼通红 身上一股子烟味 仿佛刚从大烟缸里捞出来似的 神情也比较疲惫 十分奇怪 看到这个情况 汪洪义就站在了门的正中央 小心提防着 谁知道来人是干什么的 可千万别跟那个什么 飞飞的粉丝一样 在搞出什么对曾局长不利的举动来 那个人站直了身子 脸色虽然憔悴 可气势依旧十足 我找你们曾局长 汪洪义再把对方打量了一番 哦 我帮你通报一声 你在这里等一下 嘴上这么说着 汪洪义脚下却不肯挪步 眼睛一直盯着对方的脚下 意识到汪洪义的暗示 那个人主动往后退了两步 然后又说 麻烦你了 汪洪义再次用眼神提醒对方 不得擅自走动 这才转身 准备向曾义通报 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人 他不得不防着点 刚转过身子 还没再进办公室 里面就传来了曾义的声音 汪主任 让他进来吧 汪洪义一听 就知道来人肯定和曾义早就认识 这才赶紧把门口让开 曾局长请你进去 那个人走进办公室 一直来到距离曾义办公桌三步远的地方 这才站下脚步 曾局长 我过来了 曾义依旧盯着手里的文件看 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等文件翻过一页 这才淡淡的说道 汪主任 你给古先生倒杯水 古先生 汪洪义听到曾义的称呼 就重新打量了一番来人 好半天才恍然大悟 难怪曾局长刚才有些反常 平时曾局长待客非常热情 既然是认识此人 那么又怎么会把对方请进来之后 却十分的怠慢呢 原来这个人 就是古浪集团的总裁 古浪本人呢 汪洪义应了一声 转身走到饮水机旁边 拿杯子接了一杯凉水 然后往茶几上一放 冷冷的说道 古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饮水机的加热功能坏了 现在只有凉水 你别嫌弃 转转喉咙吧 古浪赶紧摆摆手 不碍事 我平时喜欢喝凉的 堂堂一位市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 饮水机又怎么可能会坏呢 真要是坏了 此时最着急的怕就是汪洪义 这位局办主任了 哪有可能大声嚷嚷 唯恐别人不知道呢 古浪也不是傻子 他当然明白 这是汪洪义故意在给自己难堪 可他也不能生气 而且还得陪着小心 没办法 现在只能指望着 曾义能够高抬贵手 给自己一条活路呢 汪洪义就接了一句 哦 喜欢喝凉的 楼下办公室还有冰块呢 要不要给古先生送一点过来 这一句差点把古浪给叶死 你平时就喜欢喝凉的 哦 你喜欢喝凉的 我就得给你备凉的吗 古浪太阳穴上突突跳了两下 不过立刻又患上了和缓的笑容 不用了不用了 太麻烦王主任了 汪洪义不再搭理古浪 把他冷冷的晾在了那里 如果早知道这就是古浪 刚才他可能就不会让他进来了 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呀 不过 看古浪的这个态度 汪洪义倒是心中大定 如果不是求道增局长 古浪又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态度呢 以古浪集团的影响力 古浪这小子平时见了省长 怕是都不会弯一下腰的 曾义的眼睛没有离开手里的文件 极其平静的吩咐了一句 汪洪义你去忙吧 是 汪洪义应了一声 转过身又视微的盯了古浪两眼 这才走出曾义的办公室 顺手把门紧紧的合上 汪洪义离开之后 曾义继续看着手里的文件 半点没有和古浪说话的意思 眼看着曾义批完一份文件 又拿起另外一份 古浪有些忍不住了 曾少 能听我说两句吗 曾义还是看着文件 没有搭话茬 你要讲就讲 我又没堵着你的嘴 再说了 你古大少今天过来 难道是来这参观的吗 古浪也觉得自己这话有些多余 尴尬了片刻 接着说道 曾少 我今天过来是诚心诚意的 来找你解决问题的 千错万错 都是我古浪的错 希望增上你高抬贵手 曾义慢慢放下手里的文件 然后抬起头看向古浪 一直看到古浪脚下 忍不住往后退了半步 曾义才说 古先生不愧是大集团的老总啊 说话的气魄也大的惊人呢 心情好就玩上几把游戏 等玩累了就喊结束 古先生真是惬意自在啊 古浪的脸色窘红 是啊 这游戏是自己挑起来的 可惜不是自己想结束 这游戏就能结束的 现在游戏的主导权 换到曾义手里去了 曾义呢是在讽刺自己啊 你身为跨国大集团的老总 横跨官商两届 说话办事却如此幼稚 也不知道是你自己天真呢 还是拿别人当傻子 古浪看着曾义 曾少 过去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我古浪绝无二话 我只是希望 今后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曾义看着古浪一字一句的说道 高攀不起 而且我也不接受这样的游戏结果 古浪脸色一白 曾义显然是不打算跟自己和解了 这让他有些惊恐 现在玩不起的是自己呀 昨晚总部那边就已经传来了消息 捞伦的手里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证据 可以证实SKM收购简达的资金是由古浪集团提供的 再加上简达公司失联 SKM不承认债务 虚假交易 企图逃避债务已经在逻辑上成立了 又是捞论亲自出马 胜诉的可能性极大 而且捞论的目的 不仅仅是为那些供货商讨回货款 他还要以欺诈交易和不诚信为根据 提请法庭对古浪集团进行全面调查 继而进行惩罚 维护公平正义的商业秩序 这样的惩罚可大可小 是有弹性的 但如果是由捞论亲自操刀 那古浪集团面临的罚单 很可能会高达数十亿美元 这足以让古浪集团倒闭好几回了 古浪承担不起这样的结果 他的那些股东们也承担不起 比起罚款 他们更承担不起的是被曝光 曾义引导那些供应商去美国起诉 就是一下子戳在了古浪的腰眼上 古浪以古浪集团的名义聚集了很大的能量 这些能量是古浪的资本和优势 但同样也是古浪的命门所在 只是很少有人能触及这个命门罢了 古浪没有想到的是 曾义这个中化市公安局的局长 就是能掐住自己命门的人 现在古浪就是给那些供货商双倍的货款 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供货商可以撤诉 但不等于捞论就肯罢休 曾义在供货商堵了政府大门之后 才展开行动 但这不等于他必须要等供货商闹事之后 才能行动 曾义之所以这么做 一是要正大光明 堂堂正正的让古浪死得明明白白 这是阳谋 二是要把自己在中化被古浪搞丢掉的东西 再一一的都拾回来 想明白这个 古浪才下定决心来找曾义 他还盼着会有侥幸发生 但曾义刚才的话彻底灭了他的侥幸心理 站在那想了很久 古浪把手伸进了兜里 掏出一个东西放在了曾义的桌子上 曾少 游戏我输了 这是你要的结果 曾义看了一眼桌子上的东西 身子纹丝不动 古浪拿出来的是一个小小的U盘 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内容 古浪看着那个U盘 脸上满是凄苦的笑容 这是古浪集团的股东名单 他直接拿出了最后的谈判筹码 如果这都不能够让曾义收手的话 古浪可就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 只能等着倒霉了 古浪不是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 比如动用能量将曾义拿下 可曾义不是想拿下就能拿下的人物 一来曾义没有任何把柄留给别人 二来曾义背后的能量 也不比古浪差半分 古浪还想过 以投资换政绩的方式 白送曾义一大笔政绩 以换取曾义网开一面 可惜啊 曾义是公安局的局长 对于投资政绩并不是很需要 古浪甚至还想过幼稚以利 可曾义似乎也不看重金钱 从南疆到东疆 曾义有很多次发财的机会 这些机会都是别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 可是曾义却把这些机会 慷慨的赠予他人 但凡还有别的办法好想 古浪都不会用出这个办法了 把古浪集团的股东名单交给曾义 那就是把自己的命根子送到了曾义手里 曾义只要嘴一歪 稍微把这事往外一透露 不等捞论收拾 那些见不得光的股东们 就得把古浪活生生的给吞了 曾义看着桌上那个U盘 这里面的股东名单肯定不会是古浪集团 公布出来掩人耳目的那份名单 而是古浪集团真正的股东名单 只是不知道这份名单里都会有些什么人物 古浪看着曾义说 曾少 我给你制造了那么多的麻烦 你就是要置我于死地 我也认了 可是 如果仅仅是为了惩罚我 而把曾少你也搭进去 那就太不值了 古浪这话倒不是在威胁曾义 他要是能威胁得了曾义 也就不会拿出股东名单了 古浪说的是实情 如果捞轮把事情往大了搞 那么古浪集团肯定要被查个底朝天 真正的股东名单被曝光 也是在所难免的 古浪到时候肯定倒霉 可另外一个倒霉的就是增益自己了 事情发生在海外 那些见不得光的人物 届时一定会极力的封锁消息 而且会联合起来 集体对付曾义这个始作用者 现在中化市的情况 曾义还能够控制得住 可如果那些人连起手来施加压力 中化市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这些人并不是第一天存在了 上面的领导也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更不是不想处理这些人 之所以没有行动 也是顾忌影响 以及这些人的能量 上位者都有所顾忌 更不要提增益这个小小的市局局长了 真要是闹大了 那就是个鱼死网破的结局 古浪见曾义依旧不为所动 就继续说道 东西我已经交到曾少的手里了 你给我一条生路 留着古浪集团 这对于曾少今后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总比现在 你我斗的两败俱伤要好一些吧 你我之间的胜负结果 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曾义坐在那没动 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没有变化 但他知道 古浪没有讲任何虚的 在不影响安定的大前提下 诸如古浪集团 见不得光的那些股东 迟早会被揪出来 接受党纪国法的处置 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事情 但这不是曾义能左右的 也不是曾义这个市公安局局长 能办到的 即便现在弄垮了古浪集团 结果也不过就是让那些人损失一些钱 然后再去寻找另外一个古浪集团罢了 留着古浪集团 反倒有两个好处 第一 一旦将来时机成熟 古浪集团手里掌握的资料 就是那些人的索命绳 第二 古浪集团虽然是在国外注册的 但主业是在国内的 那些人费尽心机的把钱转出去 结果又被古浪集团 以投资的名义拿了回来 这肉最后还是烂在了锅里 古浪集团在国内大大小小的企业加起来 实际控制的资产总规模 绝对是超过千亿了 这也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 如果把古浪集团直接搞死 两败俱伤不说 可能还要导致这些企业的人 集体失业 远的不讲 仅仅是简达精密制造公司 就有将近一千名工人 曾毅对小戴卫说 要把古浪告到倾家荡产 老底坐穿 不过是要捞伦往最大里搞 把声势搞出来 目的是要把古浪彻底打怕 如果只是小打小闹 连句壮胆的口号都没有 更没有绝不罢休的架势 又怎么能在开庭之前 就让古浪颠颠上门 把命根子拱手奉送呢 古浪又看了看桌子上的优盘 接着说道 把这个东西交到曾上手上 我已经是输得一干二净了 即便捞伦打赢了官司 我想最好的结果 也不过如此了 或许还不如这个呢 曾毅还是坐在那儿没有动 也没有去看那个优盘 只是极为平静地看着古浪 等着他继续往下讲 古浪就有些摸不清楚 曾毅到底是什么态度了 自己该拿的东西已经拿出来了 该讲的话也都已经讲了 可曾毅还是那么看着自己 分明是对自己的和解方案不满意呀 自己把最后的筹码都拿出来了 还有什么可拿出来的呢 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曾毅不会真的要打算 搞垮古浪集团吧 古浪捏了捏手里的汗 他实在想不出 自己还有什么筹码 可以拿出来跟曾毅交换 眼光瞥到了 曾毅办公桌前的盆栽 看到了那棵造型雅致的景观树 古浪突然想起来了 在游戏结束之前 自己还欠曾毅一个说法呢 古浪看着曾毅说 既然豁出去了 我也就有什么说什么 封庆县的那颗骨槐 是我叫人缠倒的 曾毅的目光一下子凌厉了起来 比起简达的事情 曾毅最在意封庆县的那颗骨槐 因为简达的事情可以挽回 但骨槐被铲 对于封庆县老百姓的伤害 却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古浪咬了咬牙 接着说道 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封庆县那个常务副县长也有参与 铲述的主意是他想的 躲在幕后操控整个过程的 是庞乃杰 我只负责找人把书铲掉 曾毅眉头一沉 随即脸上的肌肉棱角尽显 很显然 他已经动了真火 目光里是浓浓的杀机 既然说破了 古浪就不介意说得更加详细一些 他说道 这场游戏 看起来是我跟曾少之间的私人恩怨 可说到根上 我跟曾少之间的恩怨 起初也不过就是面子和义气之争 还不至于搞到现在这种局面 曾毅没有搭这个话茬 他现在心里十分生气 虽然早就料到背后搞鬼的是庞乃杰 可是在古浪的嘴里得到证实 这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之前怀疑归怀疑 那只是猜测 你不能凭着猜测 就去憎恨一个人 古浪苦笑一声 接着说道 可庞乃杰不一样 他在庞叫年轻一辈里 是最杰出的人物了 很多人围在他的身边 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我也不例外 古浪跟庞乃杰走得近 与其说是意气相投 不如说是互相再做一笔长期的投资 庞乃杰有需要古浪的地方 而古浪也有需要庞乃杰的地方 古浪接着说 庞乃杰的眼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成为庞家新的核心 他有极大的报复 凡是阻挠他的 那就是他的敌人 眼看就要到手的特种钢材项目 却被封信仙接走 庞乃杰嘴上不说 心里却是恨死了你 庞乃杰暗地里 没少窜夺 跟你有矛盾的人 我只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是邱大军 本来以为是一件 易如反掌的事情 可我们都没有料到 你是如此难以对付 连续跌了几次面子 刚开始的一期之争 也就变成了不死不休 古浪的脸上 再次露出凄苦的笑容 有了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因为你不把曾义弄倒 查出真相的曾义 就会反过来对付你 他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 最后跟曾义成了死敌 如果知道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 古浪当初就绝不会选择 对曾义下手 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古浪站在那感慨了半天 突然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庞乃杰恨你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龙美心 庞乃杰当初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 放弃了追求龙美心 可他不甘心 因为龙美心当初原本也没有选择他 可庞乃杰得不到的 也不会让你得到 让邱家找人去保媒 就是庞乃杰的注意 这一点可不是庞乃杰说的 而是古浪自己的推测 庞乃杰费尽心机的去拆散 曾义和龙美心 这已经不是私人恩怨可以解释的了 因为这件事情颁不到曾义 更影响不到曾义的仕途 古浪旁观者清 自然是看清楚了庞乃杰的这点心思 庞乃杰当初追求龙美心被拒绝 可能心里也有一丝恨龙美心吧 古浪看着曾义 当初缠倒古怀的那个人 已经在我的安排下出了国 我随时可以让他回来投案自首 这已经是他能拿得出来的最后的筹码了 他接着说 特种刚才之后 庞乃杰在我的联系之下 又在平山市搞了一个光伏项目 我们古浪集团是最大的投资方 不过我现在已经决定要撤销这笔投资了 之前 股东名单并没有打动曾义 古浪觉得很可能是因为那东西到了曾义的手上 曾义也会无可奈何 所以他又拿出了两个新的筹码 这可是对曾义实实在在的有利 说完这个 古浪就看着曾义静静的等着答复 他已经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筹码 再也拿不出别的了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原著 谢荣鹏 演播 阿辰 古浪在曾义面前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筹码 静静的等待着曾义的答复 沉默了两酒之后 曾义讲了三个字 你走吧 古浪先是脸色灰白 神情一僵 不过等琢磨明白曾义这三个字的意思后 古浪的脸色又瞬间回春 泛出了红光 曾义只是说让自己走 却没有说让自己带着那个U盘走 这就是接受今天的谈判结果了呀 古浪压住心里的激动 郑重其事地说道 谢谢曾少 然后他转身出了曾义的办公室 离取时的脚步明显的要轻快了许多 大概也是怕自己稍微一迟疑 曾义又反悔了吧 曾义还是坐在那儿没动 他今天之所以能放过古浪 一是搞垮了古浪集团 在眼下确实是必大于力 二是搞垮古浪集团 对真正的幕后黑手庞乃杰 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而留着古浪 反倒可以对庞乃杰起到钳制作用 正想着呢 办公电话响了起来 曾义只好先伸手把U盘收进抽屉里 相信这里面的东西总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收好这个U盘 曾义拿起电话 我是曾义 电话里传来一个气冲冲的声音 这里是省外事办 我是郭云章 曾义就说 郭主任你好 郭云章是省外事办的主任 简达公司的事情出了以后 中华市已经收到了好几份外事办的公函 外事办的电话更是天天都有 结果到现在 简达公司的事情非但没有解决 反倒总裁曹江鹏还给抓了 外事办主任郭云章的电话 就直接打到了曾义这里 这是打算亲自和曾义来沟通 就听郭云章说的 曾局长 简达的总裁曹江鹏先生 你们打算拘押到什么时候 外事办这个部门看似不起眼 可真要是开了口 不给面子的还真少 市委书记市长 那都得陪着小心 可曾义一个市公安局的局长 愣是不把外事办放在眼里 这郭云章岂能不生气 曾义解释的 郭主任 曹江鹏的事情得看最后的调查结论 如果不严重 我们会酌情予以释放 但如果严重的话 我们将 严重的话 你们想怎么样啊 郭云章那边已经拍起了桌子 就听他喝道 你们还想怎么样啊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这件事 胜利好几个重大外商投资项目 现在已经陷入停止状态 由此造成的损失 谁来负责 造成的影响 又由谁来负责 你知不知道 省里为了争取这几个项目 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你们的眼里 还有没有省里的招商引资大局 曾义就不再解释了 郭云章这么大的帽子扣下来 自己还要怎么解释 那边的郭云章以为 曾义是心虚胆怯了 就继续说道 这件事情十分恶劣 你们必须立刻进行纠正 并拿出实际行动 挽回影响 省委领导对此也非常关注 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 并且做出正确的决定 曾义也懒得跟郭云章再解释了 直接就说 郭主任 有一个新的情况 我正打算向上级汇报 就在刚才 鼓浪集团的鼓总 亲赴中话 表示接受事实 并承担一切后果 你 这 郭云章半天没说出话来 自己敢如此呵斥 一位市局的局长 正是因为简达公司 不承认虚假交易 谁想自己这话刚出口 甚至还没落地呢 这事情就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乌龙 鼓浪所谓的接受事实 那就是承认虚假交易了呀 郭云章还想再问一下详细的情况 谁知电话里传来增议的声音 郭主任 我这边还有一个会 就不向您多做解释了 说完就咔嚓一声 电话挂断了 郭云章听着挂断的嘟嘟声 拿着电话不知道 是该放下还是该继续拿着 他今天冲动了一回 谁知却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曾毅此时的心情很不好 本来就不愿意搭理这郭云章 再加上鼓浪已经妥协 相信这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所以也懒得跟着郭云章在客气什么 再说 今天郭云章绕过中华市 直接把电话打给曾毅 这本身就有些过分 再说汪洪毅 看到鼓浪离开 又以送文件的理由 到曾毅办公室来探探情况 进门就看到 曾毅跟平时一样 坐在那里很平静的 在看着文件批阅着 就连脸上的表情 也都跟平时一般无二 汪洪毅就有些纳闷了 难道鼓浪今天过来 什么也没讲吗 可汪洪毅不敢问 他把文件放下 又给曾毅的茶杯里蓄了水 然后就再次离开 走的时候 汪洪毅还顺便把茶几上那杯 给鼓浪的凉水倒了 然后把这杯子也扔进了垃圾桶 虽然鼓浪是连碰都没碰那杯水 但汪洪毅还是觉得 要表达对他的不满 中午的时候 简达集团聘请的律师 许建伟抵达中化 立刻就被守候多时的记者 给堵上了 记者们纷纷上前询问 曹江鹏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不过 许建伟的回答 却让所有媒体记者 都跌碎了下巴 就听他说的 诸位 我这次来中化是受简达集团董事会的委托 前来中化市接受处罚 并商量善后事宜的 媒体记者们目瞪口呆啊 在记者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许建伟就带着助手进了中化市公安局的大楼 到了下午 商谈的结果出来了 简达集团会在三日内全数支付材料供应商的货款 并且按照拖延的天数向他们在支付利息 同时 简达集团承认原来的喷涂生产车间环保措施不过关 因供应商闹事和偷牌废弃 简达集团向中化市政府缴纳五倍于所欠货款的罚款 而与此同时 接手的SKM集团将把喷涂车间转移至郊外 并且对环保措施进行整改和完善 然后再重新申请环评报告 在新的环评报告获准之后 才会重启喷涂生产项目 面对记者的镜头 许建伟表示 简达集团完全接受这个结果 对此没有任何不满 也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上诉 商谈结果出来不到两个小时 简达公司的罚款就进入了中化市的账户 随后曹江鹏和布朗也都在签字之后 予以释放 闹得沸沸扬扬的简达撤资仪式 在经历了民告官撤资 供货商闹事之后 突然就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 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面对这样的结果 很多人还是看到了真相 虽然最后的处罚措施里 只字不提虚假交易 但简达公司无条件的接受这个结果 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简达的供货商们曾经联合起来 在美国向鼓浪集团提起过诉讼 第二天 被延期的中华市政府常务会议 终于要进行了 秦金党一早就通知了 每一位与会人员 走进会议室的时候 曾一看到已经来了很多人 都是跟今天议题相关的各局办负责人 包括建设规划局的局长李建荣 看到曾一进来 大家纷纷起身打招呼 曾局长好啊 哎呀曾局长 这次的案子办的可真是解气啊 曾一微笑着点头 向大家一一致意 他这个局长分量本来就重 再加上又是市政府党组成员和市长助理 比起平常的局办负责人 那分量自然要更重一些 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副市长 在曾一面前显得还要弱上几分 李建荣也想上前跟曾一打个招呼 可最后也只能是尴尬的挤出一个笑脸 曾一也没有为难他 同样是微笑着点头示意 这才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李建荣在坐下以后 发现原本在自己两侧的人都有意无意的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 把他显得十分的突出 李建荣在心里暗骂这些人视力眼的同时也不住的后悔啊 早知道曾一有这么大的能量 前两天开协调会的时候 自己多少也得维护一下他的体面呢 这下可好彻底跟曾一把关系搞坏了 其他的局办的负责人们交头接耳 唯独没人跟李建荣说话 简达集团是什么背景 大家都是清楚的 就算不清楚 那看看这几天省里上上下下 施加给中化市的压力 也就能知道一二了 换了是别人 怕是早就被这些压力给吓蒙了 可曾大局长呢 完全是这些压力于无误 二话不说 就抓了这两个公司的负责人 最后还让鼓浪集团的老总亲自登门道歉 甚至是割地赔款 退币三社 放眼整个中化市 能有这份能耐的 也只有曾大局长一个人 甚至是整个东江省 敢这么做 能这么做的也没有几个 在中化市 凡是跟曾大局长作对的 毫无例外都被修理得挺惨 李建荣这个倒霉蛋 前几天愣是不给曾大局长面子 那可想而知 曾大局长在解决了简达的事情之后 肯定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曾毅倒是没有那些人的想法 更不知道自己那个所谓恶人的形象 已经彻底的深入到这些中化同僚的心里 他压根就没有去找李建荣麻烦的意思 前几天的协调会 曾毅本来就是要吃个瘪的 这个时候 副市长李建荣走进了会议室 他小呵呵的跟曾毅打起了招呼 曾毅同志啊 这次的案子办得漂亮啊 深得人心 也挽回了我们中化市的形象啊 他现在对曾毅已经没有任何怨念了 彼此之间没有了权力之争 又何来的怨念仇恨呢 相反 他还得争取曾毅的支持 否则很多事情都不好展开啊 曾毅笑着站起身 冲李建荣拱了拱手 算是打了个招呼 也感谢李建荣的这番赞誉 副市长廖祖元进来的时候 就坐在了曾毅的旁边 一边还感慨的说 万万没想到 这简达公司跟那个SKM之间的交易问题会这么大呀 嘿呀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啊 这可是个教训啊 廖祖元这话也不知道 是在夸曾毅目光如据 及时识破了这桩虚假交易呢 还是感慨 曾毅的运气实在是太好 好到都叫人有些妒忌 曾毅也是抱之以微笑 创委是个长期的工作 自己跟廖祖元呢 是低头不见 抬头见 搞好关系 也有利于创委工作的开展 廖祖元还打算再对曾毅说上几句呢 会议室的门一开 杨明新也走了进来 就见他环视一圈 把目光落在了曾毅身上 同时面露微笑 曾毅对他也是抱一微笑 上次开会 曾毅也这样对杨明新抱之微笑 结果却被杨明新给无视了 所以这一回 曾毅怕自己又是自作多情 干脆就没有跟杨明新 在多有什么视线上的交流 看了一眼 曾毅就收回视线 打算去抓自己的杯子 就听杨明新 却爽朗的笑了起来 曾毅同志 你过来开会 怎么也没先到我的办公室 喝杯茶呀 然后就直奔曾毅而来 曾毅没想到杨明新会这样 赶紧放下杯子站起来 这不是怕打扰杨市长工作吗 杨明新呵呵笑道 什么打搅不打搅的 还是跟以前一样 过来了就喝杯茶嘛 会议室里的人就看着杨明新 心说这也太露骨了吧 只差当众就喊曾毅老弟了 不过大家也没说什么 谁让人家是党校同学呢 人家同窗的关系在那摆着呢 曾毅只好硬着 下次下次 你总不能把杨明新给晾在这儿吧 不过这也就是杨明新了 他总能够抓住一切便宜机会 杨明新打完招呼 却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就听他又笑着说 这之前咱们两个打赌 简达会不会整改环保措施 现在终于有了结论 不过确实有些偏差呀 那我们两个到底该算谁赢啊 曾毅就说 现在SKM已经承诺进行整改 当然是杨市长赢了 杨明新呵呵笑了两声 目光不经意的打亮了一下会场 当发现很多人面露惊讶之色时 他脸上的笑容更盛了 虽然这回简达的问题 没有杨明新什么事 甚至他所分管的环保局还丢了人 但杨明新这么一说 在那不知情的人看来 好像这事杨明新也有参与 而且杨明新还早就料到 简达会进行整改 如此一来 倒显得杨明新有些高深莫测了 会场上的众人也正是惊讶于此 好像上回开会的时候 杨明新是被吴汉林当了枪使 也没有吭声解释啊 那回可是让曾义很难堪 怎么一转眼又成了这个样子呀 难道杨明新上回是在演戏 杨明新笑得很开怀 那我可就叫人把办公室的墙收拾出来 就等着你的那幅字咯 杨明新显然很看重增议的这幅字 话已出口 增议自然也不好反悔 只能说道 只要杨市长不嫌弃 我自然是很荣幸 杨明新又呵呵一笑 哪里啊 是我的荣幸才对 然后端着茶杯朝自己座位走去 他刚刚坐定 常务副市长吴汉林也走了进来 有几个人起身打招呼 吴汉林却脸色不佳 只是微微点头 然后一言不发的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闭目养神 杨明新侧脸看了一下吴汉林 然后往椅背里依靠 端起茶杯 细细的品了起来 他现在心情很好 虽然在这次的简达事件中 自己也丢了那么一丁点的面子 可吴汉林丢的面子更大 甚至是遭遇了重大挫折 这对杨明新来说 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呀 就在昨天 简达公司交了罚款之后 杨明新非快的就把几封匿名信寄到了省里 给吴汉林来了个落井下石 一告吴汉林利用权力为简达打开绿灯 让简达原本不合格的还评报告过关 二告吴汉林干涉司法公正 在法院做出撤销还评报告之后 却施压要求法院改判 三告吴汉林以全压人虚构事实 诬陷年轻的优秀干部 这本来是吴汉林旁东海整治增议的手段 结果一眨眼 吴汉林也成了被人整的对象 之前也有人说 曾毅在干涉司法公正 换一个角度 干涉司法公正的却又成了吴汉林 这个礼便是成王败寇 市长张卫正很快也走进了会议室 坐下以后环视一周 清了清嗓子说道 现在开会 城建局的李建荣来了没有 众人一听就知道李建荣要倒霉 这么大一个活人坐在这张市长怎么会看不到啊 这么问分明就是对李建荣不满 李建荣胆战心惊地站起身来 张市长我到了 张卫正看也没看一眼 只是夹着烟抽了一口 沉声贺问 更将污水处理厂的规划通过了没有 李建荣看了一眼吴汉林 不过却没有收到任何提示 只能硬着头皮说 就这两天了 张卫正把烟头掐灭 然后又看着会场 同志们 我要先讲一条好消息 就在今天上午 我是更将污水处理厂项目 已经被省里正式定为 我省生态环保十大重点精品工程之一 这是省里对我市环保工作的肯定 也是我市在环保领域的重大突破 话音一落 全场立刻响起了掌声经久不息 等掌声稍一停歇 张卫正就翻开面前的议事本 现在开始讨论 今天会议的第一个议题 李建荣脸上的汗直往下躺啊 张卫正的话只讲了一半 却让李建荣生不如死 省里定点的重点精品工程 你李建荣这儿却卡着不过 还真是胆大包天呢 李建荣站在那里尴尬至极 也不知道是该做呀 还是该继续站着 张卫正把第一个议题简单介绍完毕 正要展开讨论 却听到窗外又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会议室的人都听到了 当下脸色都挺不自然 不会又搞出什么事端来了吧 秦金党站起身 快不过去关窗户 只是隔着窗户往下面 一看当即神色大变 楼下的大门口又黑压压的围了一群人 关好窗子 秦金党请示道 张市长 我有个东西落在了办公室 张卫正岂能不明白秦金党的意思呀 就说道 快去快回 秦金党得到指示 二话不说就出了会议室 先到办公室叫了几个人 然后一起到楼下去查看情况 张卫正也不着急 让大伙对着第一个议题先展开讨论 然后就坐在那里抽着烟 等着秦金党回来 大约有七八分钟的样子 秦金党就回来了 气喘吁吁的 不过却是满脸红光 进来以后直接走到张卫正的身边 趴在耳边低声讲了几句 只见张卫正目光一亮 然后按掉手里的烟蒂 提高声调说道 同志们 今天的会议先暂停一下 请大家跟我到楼下走一趟 说完 张卫正也不向大伙解释原因 站起身来就往外走 秦金党是紧随其后 大伙一看 也不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稀里糊涂的就跟着往外走 以免猜着楼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杨明心刻意放慢了脚步 跟曾毅走在一起 路上还不住低声交谈着 大概是跟曾毅交换着消息 看看能不能猜出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李建荣则是快走几步 赶到了吴汉林的身边 他可没心思关注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要得到吴汉林的最新指示 两步电梯也没能装下所有的人 中化市的领导只好分成两批 到楼下去 曾毅沾了杨明心的光 跟几位副市长挤在一个电梯里 第一批下楼去了 到了楼下大厅 就看到好几十号人已经进了政府大院 此刻就站在大楼的外面 办公室有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维持秩序 再往前走几步 就看到在那几十个人的面前 还站了几名代表 手里还倾着鲜红的锦旗 中化市的几位副市长是集体松了口气 看来不是什么坏事 难怪张市长会让大家一起下来 站在大厅等了有两分钟 第二批的领导们也下来了 张伟正这才领着大家往外走 刚出门 电视台的采访车正好也到了 摄影师扛着机器就冲了过来 秦近党此时大步往前一脉 颇为激昂的喊道 市民朋友们 请允许我来介绍 这位就是我们中化市的市长张伟正同志 张市长得知大家过来了 特意放下了重要的会议 亲自过来接待大家 这家子还没出口呢 秦近党就已经抬起手鼓掌 带动现场的所有人一起鼓掌 造足了气氛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援助谢荣鹏 演播阿陈 市政府的常务会议再次被市政府大门处的嘈杂所打断 不过这次来的却是几十位群众专门来送锦旗的 秦近党向众人介绍了张伟正 然后又率先带头鼓掌 人群中也有人喊了一声 张市长好样的 张伟正很是高兴 抬起手往下压了压 现场的掌声这才停歇 张伟正满脸和煦的笑容 双手合十拱了拱才说道 谢谢谢谢 感谢各位市民对我们人民政府工作的肯定 你们的肯定就是我们的最高荣誉 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站在张伟正身后的其他人这才看明白 今天过来送锦旗的竟然还是两拨人 一拨是简达的供货商 另一拨是和胜小区的居民 因为这两面锦旗上各自留了制作人的姓名 市民给政府送锦旗 这种事本来就不多 今天又有两拨人同时来送 这在中化市还是破天荒头一回来 也难怪张伟正会如此激动 简达公司的供货商代表 抢先站出来捧出自己的锦旗 张市长 谢谢政府为我们做主 讨回了货款 锦旗上绣着八个金黄大字 执政为公 为民做主 这八个字都是保赞之语 只是放在一起 确实有些不通事 不过张伟正一点也不介意 诶 货款是你们应该得到的 我们也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 说着 供货商把锦旗送到眼前 张伟正双手接过 电视台的摄像机立刻跟上特写 后面的其他几位供货商此时也纷纷开口道 张市长 通过这次的事情 我们发现中化市的经商环境实在是好 我们打算把自己的厂子都搬过来 是啊是啊 在中化市做生意 心里踏实啊 张伟正把锦旗递给身旁的吴汉林 再次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又吓道 来中化市开场经商 我张伟正热烈欢迎 可是这赌政府大门的事 可千万不能再做了 有什么事情我们商量着办吗 现场顿时发出一阵笑声 张伟正这话把大家都给逗乐了 等锦旗在几位副市长手上转了个圈 电视台也有挨个的特写拍摄 和胜小区的居民也送上了自己的锦旗 这面锦旗上写的可比上一面要有水平多了 他们写的是 人民政府为人民 力保中化市晴天 既表扬了政府 还通过晴天二字突出了晴天官员 更点出了中化市的创位工作 张伟正接过这面锦旗 心里更是高兴 我们的创位工作 就是要力保中化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这不仅仅需要政府的努力 更需要广大市民的配合和支持 因为这晴天 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是大家的吗 创位期间可能会对市民的生活 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这都只是暂时的 还请大家多多理解 多多包容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 一定能把我们中化建设的更加美好 更加移居 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还有激动的市民大声回应着 张市长说的对 不但我们理解 我们还会让身边的人都理解 这锦旗还是和刚才一样 在几位副市长的手里转了一圈 让大家都有在镜头前露露脸的机会 今天这样的事情可是不多见的 转了一圈 锦旗最后到了秦金党的手里 他小心的收好 准备回头找个地方悬挂起来 现场的市民和供货商们还不肯散去 围着张卫正继续说着些感激的话 张卫正没法一一的回应 只是不断的双手合十致意 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 看看时间差不多 张卫正目光掠过 站在旁边的其他人 准备让工作人员出面劝散人群 等视线扫过曾毅 张卫正突然回过神来 对着简答那些供货商说道 大家真要感谢 就去感谢我们中华市公安局的曾毅 曾局长 这次能够讨回货款 曾局长和我是公安的经侦人员 居公慎委呀 供货商们这才反应过来 又向曾毅道谢 曾毅没有像张卫正那样微笑致谢 而是面色严肃的抬起右手 向那些上前致谢的供货商们 打了个敬礼 什么话都没讲 有张卫正和几位副市长在 曾毅确实不方便讲什么 再者 曾毅也不觉得接受锦旗 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反倒觉得这是一种鞭策 他甚至还觉得 今天这两面紧急有一些荒诞 人民政府为人民 这本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正如张卫正所说 供货商拿回自己该拿的货款 政府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这两件理所应当的事 却演绎成眼前的这出戏 这是一个荒诞 供货商拿不到自己的货款 没有选择去报案去起诉 却选择在市政府门口把事情搞大 这又是一个荒诞 等事情解决了 供货商们也不问事情是怎么解决的 却直接跑来向市政府的领导道谢 把解决问题的关键和希望都放在了领导身上 这更是一个荒诞 最为荒诞的是 市政府的领导们居然 欣然接下了这两面锦旗 半点没有推辞 这样的结果 岂不是在发出一个信号吗 就是说 下一回啊 你们有事情解决不了 还来市政府门口 只要我们领导关注了 这事情就能解决 当然 张卫正最后还是点了增议的名字 不过这并不是实事求是的 在点增议的名字 只是张卫正觉得 不点增议有些过意不去 如此而已罢了 领导们一边痛恨老百姓 一有事就来赌政府大门 一边却很愉悦地接受老百姓的赞扬 殊不知自己的这个行为 也是让赌门事件屡禁不绝的一大助力 增议并不反对宋锦旗 谁都有被肯定的需要 领导也不例外 只是他更希望大家遇到事情的时候 都有解决事情的多种途径和方法 而不是只有堵大门这一条路 如此每个人才会有希望和安全感 把宋锦旗的人们劝散 张卫正领着大家回去继续开会 他的心情很是不错 竟然让秘书去拿了自己的两条烟 分给了与会的每一个人 开完会的第二天 创委那几个大项目的规划 就得到了通过 随后中化市的各个相关部门 就按照规划 开始有步骤的组织实施 创委的声势也搞得越来越浩大 中化市的街头巷尾也都被刷上了创委的标语 等着一切工作走上了正轨 曾毅这位市长助理反倒是轻松了不少 一眨眼的时间就又到了给邱老复诊的日子 邱老的警卫参谋提前三天就联系了曾毅 让曾毅准备到京城给邱老施针 正好手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曾毅把局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向市长卫办请了两天假 然后就起身前往京城 飞机降落在京城的时候 一辆军车已经等在了停机坪上 站在车旁的正是邱老的警卫参谋 和张杰雄一样 肩上也扛着金灿灿的少将衔 邱老的警卫参谋上前几步 跟曾毅打了招呼 曾大夫辛苦了 请上车吧 曾毅跟对方含鲜两句就上了汽车 路上对方也不多话 曾毅也不多问 车子直奔邱甲而去 进了院门 院子里有人正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 静静的站在那里 胸腔还有节奏的不住的起伏 显然是在练一种呼吸的功法 听到脚步声 那人收了姿态 睁开眼往门口看来 等看清楚是曾毅 当时脸色就是一变 不过很快又恢复如常 这位练功的不是别人 正是邱大军 他看到曾毅脸色大变 不过是习惯使然 等想到自己已经和曾毅把恩怨都讲明白了 现在是无怒无惧 这脸色就又恢复正常了 曾毅随意一瞥 也就知道邱大军在练什么了 跟他仅剩的那一颗肉丸有关 看来邱大军还没有放弃希望 这个功法似乎也是请教过高人的 可惜曾毅对此完全不看好 冲邱大军微微一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曾毅就跟在警卫参谋的后面 向屋里走去 没有在院子里做任何停留 邱大军同样也是向曾毅一点头 什么话都没讲 就站在那里看着曾毅进了屋 随后又摆出刚才那个奇怪的姿势 再次操练了起来 直接到了二楼的书房 见邱老正坐在沙发椅上 看着一本厚厚的相册 见到曾毅进来 就把相册一盒放在身边 小曾大夫来了 辛苦了 曾毅上前笑着打了个招呼 邱老您好 也顺便观察了一下邱老的气色 发现邱老的气色 似乎比半年前好得多了 就问道 最近邱老身体应该好多了 没有觉得不舒服吧 邱老没有着急回答曾毅的问题 而是指着身边的一个凳子 和蔼的笑道 坐 坐下再说吧 说完 他又对警卫参谋吩咐道 去给小曾大夫拿些水过来 要新鲜的 曾毅赶紧说 不用了 不用麻烦的 那警卫参谋没有理会曾毅的客气 转身出门去拿水果去了 不大会儿就亲自端着两盘水果送上来 放在了邱老旁边的小茶几上 邱老伸手拿起一颗苹果 直接递到了曾毅面前 来 尝尝 曾毅不得不接过来 谢谢邱老 说完 也对那警卫参谋 投去了感激之色 让一位堂堂的少将 去给自己端水果 曾毅还没有拖大到毫无回应 就见邱老爽声一笑 哈哈 你大佬远来 为我这把老骨头治兵 我还没谢你呢 然后邱老示意警卫参谋 可以去忙了 自己这里没什么需要的了 这位警卫参谋 便退出书房 轻轻地合上了屋门 曾毅又回到原来的话题 邱老您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说着 顺手把苹果轻轻地摆在了一旁 邱老点了点头 自从上次你给我施针以后啊 我这老毛病就没有再犯过 本想着不麻烦你再跑这一趟了 可他们非要拿你的医嘱说事 这掐着时间到了复诊的时候 就把你请了过来 曾毅就说 还是复诊一下比较稳妥 邱老这种想法可不能有 要是出了问题 可就是我的责任了 邱老哈哈一笑 好好好 我积极配合 不让你为难就是了 说着 邱老伸出胳膊把袖子一拉 来吧 你说怎么做 我找做就是了 邱老伸手搭脉 心里却有些奇怪 自己见过邱老多次 可似乎就没见他这么笑过 这本是孤独症的一个表现 可今天来复诊 邱老却是笑容满面 笑声不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诊了一会儿脉 曾毅就感觉到了 邱老原先的孤独症 确实有大为好转的迹象 这让曾毅有些纳闷 自己的针灸 只是缓解旧伤的发作 却不会治疗孤独症啊 这孤独症也不是针灸 和药物能够治疗的 那得邱老自己看开才行 曾毅纳闷的正是这一点 最后又一笑 他觉得应该跟邱大军有关 据潘宝进说 邱大军自从被割了一个肉丸之后 这几个月都是闭门不出 整天待在家里 脾气也改了不少 有邱大军整天待在家里 邱老可以跟人说话聊天 这孤独症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好转了吧 不过谨慎起见 曾毅还是问道 这几个月 邱老您还服过什么别的药吗 邱老摇了摇头 我又没有别的毛病 吃什么药啊 就是按照你说的那些 该吃吃 该喝喝 曾毅呕了一声 心里就有了答案 没有吃别的药 那就是跟邱大军有关了 同时他心里也是颇为感慨 如果邱大军早一点改改脾气 待在家里 邱老又何至于 得什么孤独症 收了卖 曾毅说道 这段时间邱老您保养得很好 身体没有大碍 旧伤也没有变化 我再给您斟一次 然后您老还是跟之前一样 该吃吃 该喝喝 邱老喝喝一笑 好吗 我就听你的 自从曾毅进到书房来 他的笑声就没有断过 曾毅也就没多做耽搁 拿下金针 又掏出一个针酒包 就开始为邱老施针 除了那根金针比较耗时间外 其他的普通针都是施针飞快 大概五六分钟 邱老头部 胸前 胳膊 大腿都扎了十来根针 施完针 曾毅直起身说道 邱老 起针还需要一段时间 您可以闭目休息一会儿 就听邱老提议道 那就聊聊天吧 曾毅点头答应 却不知道要跟邱老聊什么话题 除了治病之外 曾毅对邱老了解不多 也不知道 他喜欢聊些什么 邱老这时候提了个话题 他指着身边那本相册说道 来来来 我给你看看 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说着 邱老却没有动 他胳膊上也有针 也不知道能不能乱动 曾毅捧起相册 就在邱老面前打开 映入眼帘的第一张照片都有些发黄 而且折皱不堪 上面有三排几十个人 是一张大合影 甚至于照片上人的脸旁都有些模糊 不知道是因为时光的原因 还是因为当年拍照技术的原因 曾毅在这张大合影上仔细一找 最后找到一个眉目跟邱老有三分相像的年轻人 指着问道 这就是您年轻的时候吧 邱老微笑着点头 是啊 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 是一名红军战士 说到这儿 邱老目光一脸 照片上这些人都是我的战友 如今就只剩我一个了 曾毅一听就赶紧翻过这一页 去看后面的照片 邱老前期的照片大多都是合照 想来可能是因为当年照相不是很方便 如果单独照一个人 那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跟邱老合照的人不断变化着 邱老也逐渐成长 从普通的战士变成了班长 排长 连长 再后来就是团长 师长 每一张照片 邱老都能讲出一场战争 或者一次战役 而跟邱老合影的那些人 也绝大多数都没有存活至今 曾毅在感慨战争残酷的同时 也是快速向后翻着照片 他生怕触动了邱老的伤感 现在这孤独症好不容易有些好转 可不能再勾起邱老的孤独情绪了 呼啦啦向后连番了十几页 曾毅终于看到邱老结婚生子了 合照不再是跟战友 而是跟家人 眼前的这张照片上 邱老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强宝中的婴儿 笑得很是开心 脚边还站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 而在邱老旁边站着的 应该就是邱老的夫人了 脱离了战争年代 情况却更惨了 因为照片上的这些家人 如今也都不存在了 邱老的夫人去世了 她的一子一女也早已不在人世 曾毅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她甚至想合上这本相册 设身处地的一想 她觉得自己都有些接受不了 更别说邱老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 看着这些过去的人 心里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啊 邱老这时候 却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小男孩说道 这个就是我的儿子 他叫邱剑月 是个非常聪明 有智慧的人 说着邱老伸手把相册往后翻了两页 照片上的那个小男孩变成了青年男子 虽然衣着简朴 却是温文儒雅 气质不凡 邱老笑着问道 看看是不是很衰 曾毅点头赞同 不过视线扫过邱剑月照片的时候 却突然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于是他仔细地观察了起来 最后曾毅发现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应该是因为邱剑月的目光和身上的那股气质 跟曾毅入世之前那种闲云野鹤的气质很相似 曾毅在看照片的时候 邱老也在仔细观察着曾毅 当看到曾毅对照片上的秋剑月感兴趣的时候 邱老的呼吸可就变了 苍尽的大手也忍不住有些微微的颤抖 曾毅此时突然问道 邱伯伯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对邱剑月的职业很感兴趣 因为邱剑月的身上完全没有军人的痕迹 邱老的呼吸瞬间如常 笑着说道 他是做学问的 是半个哲学家吧 之所以说是半个 是因为邱剑月英年早逝 说着邱老又把照片往后翻了两页 指着站在邱剑月身边的一个年轻女子说道 这是他的爱人 也是做学问的 曾毅的心里不住的感慨 也大概知道当年邱剑月夫妇 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了 哲学家也就是思想家了 是智慧者 在当年的大环境下 面对那个疯狂的世界和人心 这对于智者是个极大的考验 邱剑月夫妇选择自杀 是对现实的无奈和失望 可能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追求和坚持 与邱剑月相反的 是翟家的三兄弟 那都是虎将 当年也被迫害 不过他们思考的少 也就没有像邱剑月那么多的想法 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反倒是熬到了大风波结束 上阵杀敌又是一条好汉 可惜可叹 如果邱剑月能够活到现在 那他的价值可能比翟家三兄弟 加起来还要大 虎将一得 可是有大思想的智者 却很难见到 邱老此时 看着出神的曾毅 悠悠地问道 小曾啊 我也有个疑问呢 曾毅回过神来 笑着说道 邱老 你有什么疑问呢 邱老往靠背上轻轻一靠 你的医术 丝毫不在谢全章 谢老之下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谢老 尽口讲的 你有这么好的医术 去做个欲满天下的名义 想来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你却跑去当了官 这是为什么呀 要知道 师徒险恶 当官 可比当医生 难多了 就连邱老这样 位高权贵之人 也感叹 师徒险恶 足见 为官之不义 这样的问题 之前翟老也曾经问过曾毅 曾毅在那坐着 想了片刻 这才说到 为官不义 可这世上有很多事情 不是医术能够解决的 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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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公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 阿辰 邱老想曾毅提问 说你为什么 不去好好做一个 欲满天下的名医 却跑来当了官呢 要知仕途险恶 当官可比当医生难多了 曾毅 想了片刻 回答道 为官不义 可世上有很多事情 不是医术能够解决的 邱老看着曾毅 等着他的详细解释 曾毅说道 我刚刚踏进仕途的时候 是在南云县卫生局 做副局长 当时南云县发生了一起 特大杀人案 对我触动很大 顿了一下 曾毅接着说道 当时在南云县 有个年轻人 见谁 都是满脸笑容 脾气非常好 可不幸的是 这个年轻人 是个先天的残疾人 是哑巴 他不能讲话 因为这个 也没读什么书 也没有什么 可以维持生计的手艺 他在县里的农贸市场 租了一个摊子 卖菜 虽然收入微薄 可勉强也能维持生活 后来他还娶了个媳妇 也是个哑巴 不过两个人很恩爱 每天一起出摊 一起收摊 日子虽苦 但我想 他们心里应该很甜 邱老一动不动 静静听着曾义 讲这个故事 两个人都是哑的 也没有吵架的可能 想来 是要比别人 要甜蜜一些 就听曾义说的 农贸市场里 跟这个年轻人 紧挨着的两个摊位 一边是杀猪卖肉的 另外一边是出售散干货的 这两边的人 经常占用着年轻人的摊位 摆自己的货 这年轻人有口说不出 只能苦笑了之 等后来 这情况越来越严重 从只占边边角角 到想占多少 就占多少 这年轻人的菜 越来越不好卖 几次抗议 换来的是 被占的越来越多 后来 这年轻人有了一个孩子 日子过得更紧了 而他的经济来源 就只有卖菜的收入 这年轻人再次抗议 却挨了图护的殴打和卖骂 曾毅说到这儿 不由停下来 一阵沉默 秋老眉头微微一沉 他已经猜到结局是什么了 就听曾毅有说的 有一天 这年轻人出门的时候 就带了把刀 在农贸市场再次抗议 无效后 这年轻人一刀挥出 那屠户当场倒下 这大伙还没有回过神的功夫 年轻人又砍死了 出售散干货的摊主 之后追上摊主 七岁大的儿子 把他也砍死在农贸市场门口 就因为这个七岁的孩子 经常拿菜叶子扔他 嘲笑他是个哑巴 曾毅沉默良久 然后看着秋老才说 这年轻人最后被判了死刑 这一刀下去 毁了三个家庭 秋老叹息了一声 这样的事情 本就是个极大的悲剧 就听曾毅游说 医术可以修补人们身体上的病痛 可修补不了这样的人间悲剧 我刚入室的时候 也有过迷茫 也曾经动摇过 可这件事情之后 我反而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避免悲剧的发生 同样是在治病救人 秋老微微摇头 这样的悲剧 原本不该发生 一刀毁了三个家庭 结局实在令人惋惜伤心 这样的悲剧 原本也可以不发生 但不是通过医术 而是通过社会秩序的建立和道德伦理的教化 来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这就是官员要做的事情了 曾毅要为官 目的就在于此 大一赤诚之心 无愧于天地 想到这儿 秋老心里有些激动 因为曾毅的这一点和当年的秋剑月十分相似 同样是悲天悯人的情怀 这一刻 秋老差点有一种错觉 只把曾毅当作了秋剑月 也差点说出心里的那个秘密 你 秋老开口要说话 曾毅却没有觉察到秋老的意样 此时站起身来 时间差不多了 我给秋老起针吧 秋老没说出口的话 又收了回来 神色恢复平常 点头说道 好 好 曾毅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开始为秋老起针 不一会儿功夫 所有的针都起了下来 曾毅便把那金针又绕成梅花戒指 说道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就还是半年一次复诊 秋老平时要注意休息 保持心情愉快 这样才能身体康健 延延益寿 秋老点着头 是啊 不为别的 就为这个孙子 自己也得多撑几年 他说道 你是大夫 都按你说的来 曾毅见秋老如此配合 就笑了笑 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秋老此时问道 既然你如此坚定的要做官 那你想做什么官呢 曾毅一顿 不太明白秋老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不想欠自己 这个医生的人情 打算给自己换个称薪的职位 这倒让曾毅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你开了口 就是伸手要官 你不开口也不好 难道你觉得秋老没能力 还你的人情吗 想了想 曾毅说道 摇之不是雪 未有暗香来 如果可能的话 我倒是希望自己 是个传播文化 做学问的官 秋老一听 脸上不由露出笑意 如果不是极力的克制 他的虎目 都要泛出泪光来 在当下的环境里 谁都想做微风凛凛的一把手 传播文化 做学问 这能算是一个官吗 但这却是伦理教化 避免悲剧的 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同时 这也是当年秋剑月要做 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秋老树梅贺问道 你想做什么官 就能做什么官吗 他这一句贺问 也是努力 把自己内心的激动 给压抑了下去 否则他真怕自己会控制不住 曾毅笑了笑 他早料到秋老的回答 肯定就是如此 把一个威风八面的市公安局局长 调去管着做学问 负责文化宣传 这在所有人看来 这都绝不是在报答 曾毅的救命之恩 反倒是在向故意恶整曾毅啊 哪还有报恩 把恩人手里的权力 越弄越小的道理呢 所以就算是曾毅提出来 秋老也不会答应 秋家更不会这么去做的 曾毅这么回答 目的也就在于此 他不好直接服了秋老的好意 可又没法不回答 就只好这么回答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曾毅是在撒谎 他说的也是心里话 做学问 做文化宣传 从表面上看 肯定是不如当市公安局的局长那么威风 这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的 文化宣传 伦理教化 这本来就是一个潜移默化 暗箱袭来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表面的工作 而是立在千秋的事业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因为这一点都不威风 而且你的工作会默默无闻 成绩还会很难被人看到 分管文教卫的副市长 不管在哪个城市基本都是排名靠后 从这一点就能知道眼下文化宣传和伦理教化工作的尴尬境地 可是从价值上看 文化宣传和伦理教化 却比做市公安局局长要有意义 均不见 历史上多少豪杰木 如今都已除作田 而哲人的思想 却仍在代代相传 不但眷勇不朽 还继续影响着很多人 为人带来心灵的即位 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事业 曾毅微笑着向邱老说的 是小子猖狂了 邱老教训的是 曾毅也知道 邱老并不是在训斥自己 只是不答应自己这所谓的药官请求罢了 曾毅笑呵呵的把自己的针酒用品收拾好 又说道 邱老 没别的事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邱老很想挽留曾毅 哪怕是再多聊一分钟呢 可他还是压抑住了自己内心的这种渴求 最后只是淡淡的说道 既然决定了要做官 那就把官做好 我这把老骨头可在看着呢 曾毅笑着 冲邱老做了个衣 敢不从命 说完 曾毅就转身退出书房 到楼下去了 警卫参谋此时就站在楼梯口 看着曾毅出来 上前说道 曾大夫辛苦了 曾毅就说 邱老的身体恢复的不错 保持的也很好 我已经诊过了 没有什么大碍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 过半年 我再来复诊 警卫参谋走过去 从客厅的柜子里 拿出两个精致的袋子 这个请曾大夫务必收下 曾毅也没客气 结果袋子就拎在了手里 这个礼物是有讲究的 一是送给医生的谢仪 二是就不留曾毅在家里吃饭了 估计这袋子里面 也就是茶叶香烟之类的东西 不会太值钱 曾毅就说 确之不公 那我就收下了 谢谢 警卫参谋一抬手 我送送宗大夫 曾毅同样是一抬手 然后迈步 朝外面走去 走出屋门 就看到邱大军已经练完了功 此时正坐在院子里的凉亭里 手里还捧着一本书 看到曾毅出来 邱大军站起身来 迟疑了一下 还是说道 曾大夫 方便说两句吗 曾毅先是看了一眼警卫参谋 见对方没有表示 这才对邱大军 微微点头 可以 邱大军指了指身边的十等 曾大夫 请这边坐 曾毅迈步走进凉亭 发现邱大军正在看的那本书 竟然是皇帝内经 看来邱大军为了自己的病 都尝试着自己去寻找解决之道 警卫参谋并没有跟过来 曾大夫 我就在屋里 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曾毅点点头 好 警卫参谋便转身进屋去了 这梁亭里只剩下邱大军和曾毅两个人 等曾毅坐下 邱大军把那本皇帝内经收起来 曾巨长 前两天 庞乃杰来找我了 曾毅眉头微微一皱 不知道邱大军开口先提庞乃杰是什么意思 邱大军看着曾毅 眼睛里的神情十分复杂 不过在庞乃杰之前 古浪先找了我 古浪集团在平山市投资了一个大项目 前几天突然宣布撤资 把庞乃杰搞得狼狈不堪 他就是为这事来找我的 大概是希望从中说合吧 我没有见他 曾毅就明白邱大军的意思了 这就是表明立场 现在庞乃杰是你 我还有古浪三个人共同的敌人 庞乃杰如日中天 背后又有龙家的支持 古浪想从平山市撤资 也不得不考虑得罪庞乃杰的后果 所以古浪来找邱大军只能是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寻求邱大军的支持 古浪集团从平山市撤资的事情 曾毅还没有听说 想必是庞乃杰为了降低影响采取了不少措施 才没有把这件事闹得人人皆知 不过 曾毅这段时间倒是关注了平山市和庞乃杰的动态 那个光伏项目的总投资有几十亿美元 又属于新能源和高科技项目 是庞乃杰要重点打造的明星项目 如果搞成功了 那对于庞乃杰的意义 丝毫不亚于特种钢材项目 可能是吸取了上回被增益截胡的教训 这一次庞乃杰可没搞鬼子进村那一套 而是从一开始就造足了声势 牛皮吹得震天响 唯恐别人不知道 甚至还惊动了那边省里的不少领导 这些省领导都亲自去平山市调研了这个光伏项目 给予了大力的表扬和支持 现在可倒好 项目还没开工呢 鼓浪集团就宣布撤资 这对庞乃杰的打击着实不小 甚至比上回特种钢材项目的打击还要大 一个简达撤资就把增益搞得焦头烂额 可想而知庞乃杰那边得有多头疼 要是不能短时间内搞定这件事 除了政绩泡汤之外 可能还要惹上一身骚 如果有人追究鼓浪撤资的原因 那庞乃杰多半是要解释不清了 邱大军见增益没有讲话 又说道 陆美新的事 我也已经给老爷子讲清楚了 至于老爷子会怎么处理 那就不是我能干涉的了 邱大军这么说 就是告诉增益 你我之间的恩怨 今天算是两清了 我也不欠你的 不管谁胜谁负 就眼下的这个结果 我们两个都不是赢家 真正赢的人是那个从中挑拨的庞乃杰 增益轻轻说了一句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谁也逃不掉 他说的是庞乃杰 这次鼓浪集团撤资 明显就是邱大军整治庞乃杰的第一步 邱大军点了点头 心里有些苦涩 是要还呢 可自己的这个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他现在可是恨死了庞乃杰 在凉亭里沉默良久 邱大军压下了心里的这股怒气 他知道生气对自己现在的身体没有任何好处 他今天跟增益说这些 目的就是要传递一个结盟的意思 想弄到庞乃杰 还离不开增益的配合和支持 而另一个目的呢 就是还想请增益看看自己的病 邱大军看着增益 增局长 方便的话能否再瞧瞧我的病 他心里很是无奈 也有些不甘 可更多的还是稀计 增益心里很清楚 邱大军这并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 但看在邱大军刚才那番话的份上 增益还是点了点头 先把个脉吧 邱大军喜出望外 文员立刻把胳膊伸出去放在了石桌上 麻烦了 增益也不多说 伸手去搭麦 然后细细感觉着邱大军的脉相 摸了有两分钟 增益就基本了解了 情况跟自己预想的一样 邱大军怕是很难恢复男性的雄风了 收了麦 看到邱大军眼底的蹊跡 增益没有再打击他 二师说道 这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 但是比我料想的要好一些 可能跟你练的功法有点关系吧 邱大军历时追问 怎么说还有恢复的希望 增益没法回答 肯定也不是否定也不好 他想了想 这样吧 我留一个针灸的方法 你找人试一试 或许会有帮助 邱大军神色有些迟疑 想了一会儿还是问道 没有别的办法吗 增益不由愣了一下 不太明白邱大军的意思 病急乱投医 按说邱大军应该会很高兴的 接受才对呀 不过他怎么看起来 有些不愿意尝试呢 心里一琢磨 曾亿突然明白了 原来邱大军看皇帝内经 不仅仅是想去寻找解决之道 而根本是只想自己去寻找 这解决之道啊 这真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邱大军被莫斯利扎了两针 就有了后来的症状 送到医院去被割了一颗肉丸 却发现跟治病毫无干系 现在邱大军怕是不相信 任何能接触到自己身体的治疗方案了 尤其是针灸药剂手术 之所以他还在练功 那是因为练功是自己的行为啊 至少医生不能通过任何手段 接触到自己的身体 说到底 邱大军对增议还是有些信不过 不是信不过增议的医术 而是信不过增议已经放下了恩怨 想明白这一点 增议摇了摇头 我行医不过十年 水平也就这么高了 别的办法 我确实想不到了 曾毅正好借此下坡 推掉邱大军的请求 邱大军想了想 也没有再继续勉强 那曾局长以后 要是想到有什么有效的好方法 请务必告诉我一声 曾毅点头应道 我会留意的 啊 让你费心了 邱大军说完这句 心里又多恨了庞乃杰几分 看邱大军再无话说 曾毅就起身告辞 警卫参谋一直把曾毅送到城里 之后 曾毅自己打了辆车去找杜若 上次让杜若帮忙的事 曾毅还一直没有机会当面道谢 到了公安部楼下 曾毅给杜若打电话 杜大哥 在办公室吗 我在你楼下 杜若在电话里一阵惊讶 哎哎哎 你怎么到这去了 我现在不在京城 在外地办个案子 你怎么不早打个招呼啊 我什么时候回去还说不定呢 曾毅心里好一阵郁闷 为什么自己每每不告登门 总是会遇到这种事呢 他就说 得 那我就不等你了 也没别的事 就是上回的事 想当面跟你道个谢 杜若哈哈大笑 哈哈就这事啊 什么谢不谢呢 你送了我一桩大案子 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那行 你忙着 我就直接回东江了 曾毅说着就准备返回东江 这次来京城 他也没有什么要见的人物 宅老那边估计还在闭门巨客呢 就听杜若呵呵的笑着说 哎 别着急挂电话呀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的那个奖章已经批准了 等办完这个案子 我会邀请部领导前去东江 亲自为你受奖 你做好准备 哎 哎哎 好 我知道了 谢谢杜大哥 杜若在电话里假装生气 哎哎 又来了 你再这样下来下去 我可是真生气了 你要不愿意要呢 那个奖 我再帮你弄回去 想要的人呢 多的是 曾毅呵呵一笑 哎 别去 申请都申请到了 要是再弄回去 那多麻烦呀 你呀你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曾毅又笑的 行 那我回东江等你 杜若又补充道 哎 千万要重视啊 曾毅不重视自己的荣誉 但必须要重视受奖这件事 曾毅笑着反问道 瞧你说的 我是那种不知轻重的人吗 好了好了 不跟你扯了 我去忙了 你呀 就等着我通知吧 说完 杜若就挂断了电话 收起电话 曾毅在路边又伸手拦车 这不白跑了一趟 早知如此 就直接让秋老的警卫参谋 送自己去机场了 这白跑一趟还多了两道手续呢 打车到了机场 曾毅没有做任何的停留 买了最近的一趟航班 就直接飞回了东江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回到中华不到半个月 曾毅就接到了杜若的通知 说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徐清华 将于三日后立临东江 并前往中华市 为曾毅和相关立工单位 立工个人 受奖 得到消息 曾毅立刻着手准备迎接工作 和会场的布置安排 并且第一时间通知了省厅 和市里的领导 三天后 中华市领导们 再次齐聚高速路口 等待徐清华的到来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曾毅 所以曾毅被安排 站在赵真吉和张卫正的身旁 其他领导则是按照顺序 依次排列 庞东海站在人群里 情绪很低落 按道理说 他这个政法委书记 才是中华市政法领域的一把手 也是今天的主角之一 却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 相反 中华市局特警支队 经侦支队的相关负责人 今天反倒被重点关照 在迎接的队伍里 显得尤其耀眼 不光是势力 最近就连省里厅里 都对中华市政法委的工作 给予了批评 而对中华市公安局的工作 却是大力肯定和表扬 明眼人都看出来了 庞东海在中华市 已经彻底失势 想要搬回败局 几乎没有可能 最好的结果就是 熬上两年 安全平稳的 交出政法委书记的位子 如果在这期间 政法委再出什么岔子 怕是庞东海 都无法得到善终了 吴汉林的面色 也不好 他并没有什么心情 来迎接徐清华 最近已经传出风声来 说省里领导 接到了很多 关于他的不利材料 对于他这个 陆陆无为的太平观 已经有上级领导 表示了不满 那接下来 吴汉林很可能就要 调任他职了 虽然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但空穴不来风 吴汉林对此很是忧虑 他当了几十年的太平观 很少出什么风头 结果在简达的事情上 一时没忍住 就出了这么一次风头 偏偏还因此出名 被省领导看到眼里去了 这让吴汉林很是郁闷 只探自己晚节不保 早知道古浪集团 都斗不过增议 自己又何必为古浪集团 强出头呢 和吴汉林截然相反的 就是杨明欣了 他最近的心情一直都很好 站在人群里谈笑风声 跟周围的其他领导 不住交谈着 吴汉林如果调任他用 那空出来的常务副市长 这个位子不管怎么轮 也该轮到杨明欣 这个老牌副市长了呀 杨明欣多年的夙愿即将达成 心里又岂能不高兴 法院的院长丁建 也站在人群里 他的心情却比较复杂 不知道是喜还是忧 简达公司的风波平息之后 中化市法院的工作 不但没有受到批评指责 反倒还被省里间接的给予了表扬 这让丁建很是有些吃不准 完全搞不明白上级是个什么意思 丁建吃不准 一来是因为他做贼心虚 毕竟他当初判环评报告撤销 并不是出于解决矛盾的目的 而是要推波助澜 想把事情搞大 第二个吃不准 是因为在简达风波中 凡是扯后腿下绊子的人 事后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惩戒 比如惩戒规划局的李建荣 还有环保局 都被劈的是一头狗血 偏偏只有丁建一个 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戒 反倒还被表扬了 这让丁建如何心里不发虚啊 至少庞东海最近看他 那眼光表情都跟以前不一样 这是丁建心里的想法 也是很多人心里的想法 但曾毅却不这么看 更没有这样的想法 虽然丁建当时的判决 处于推波助澜的目的 让曾毅吃了不少的苦头 但曾毅却是坚决赞同 上级给予丁建表扬的 曾毅的赞同 可不是出于权力斗争的考虑 而是就事论事 不管怎么讲 丁建的这个判决结果 都是中化市第一例 民告官胜诉的案例 也是法治的鲜明标志 如果仅仅是因为丁建的出发点不良 就给予批评 这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合情合理 但是在老百姓看来 却又是另外一番解读了 老百姓可不知道丁建的出发点在哪 在老百姓眼中 丁建是为老百姓打赢了官司 却被上级狠狠批评了 那让老百姓如何看待上级呢 如何看待政府呢 又如何看待司法公正呢 承戒丁建 非但没有什么好处 反倒是坏处一大堆 我们的政府形象 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败坏的 相反 表扬丁建 却能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此 曾毅又有什么理由反对 给予丁建表扬呢 他不但赞同 还觉得给予丁建的表扬少了 轻了 众人等了有20分钟的样子 一排警车陆续驶出收费站 走在最前面的是省厅一号车 中华市的迎接队伍 立刻就整肃起来 看来今天省厅厅长于建明 也亲自过来 车子停稳 于建明迈步下车 先是威严的扫视一圈 然后目光放缓 看向另外一边的车门 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徐清华 此时从另外一边下了车 他是和于建明 共乘一辆车来的 在后面的车里 省厅副厅长张俊宇走了下来 跟他同乘一辆车的是杜若 再往后的车里 就是省厅的其他领导 市委书记赵珍吉 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 快走两步迎上去 习主任 于书记 路上辛苦了 欢迎到中华市指导工作 徐清华是难得下一次基层 脸上自然是挂满了温和的笑容 甚至主动握住赵珍吉的手 中华市不错 只按工作搞得好 队伍的战斗力更是了得呀 赵珍吉连连客气 哪里 我们能够取得成绩 离不开部领导的大力支持 和省厅领导的正确领导 徐清华却没有贪这个功 而是笑道 打铁还需自身硬吗 他接着看向中华市的其他领导 跟大家一一握手 到了曾义跟前 没等赵珍吉介绍 徐清华就笑着伸出手去 准确的在曾义手上的胳膊上 轻轻一拍 曾义同志 伤得好了吗 曾义打了个敬礼 感谢首长关心 我的伤已经痊愈了 好啊 好 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希望你再接再厉 再创新计 同时呢 也要把你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影响更多的人民警察 徐清华十分的高兴 曾义就说 谢谢首长鼓励 我接你完成首长布置的任务 徐清华对曾义的这个回答 很是满意 这完全突出了警察 这个准军事化队伍的风格 他又说 好样的 说完 徐清华又去接着见别的中华式领导 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一般来说 像徐清华这样的到基层来的中央干部 见了地方上的官员都会比较热情 以显示自己重视基层 同时也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跟主要领导们寒暄完毕 大家就重新上车 往中华式公安局的方向去了 在中华式局的大会议室里 徐清华当着会场里 数百名干警的面 宣读了 关于授予 曾义同志全国公安系统 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的决定 之后又宣读了 关于授予中华市局特警支队集体一等功的决定 曾义和徐力上台 从徐清华和于建明的手里 接过了荣誉证书 徐清华说的 此次来中华参加这个授奖一事 我心里十分高兴 也很荣幸 中华式公安机关的民警们 奋斗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 为中华市的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你们用实际的行动 践行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此次授予你们的荣誉 跟你们的成绩比起来 还是远远不够的 颁奖一事基本是大同小异 徐清华给予了中华市公安局极大的评价 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再创佳绩 同时也期待再来中华市 为更多的英雄模范人物颁奖 之后就是曾毅和徐丽 发表获奖感言 感谢领导和人民 给予自己的荣誉 今后会以更高标准 要求自己更高的热情 参与到工作中去 于建明最后也做了发言 他号召中华市的全体干警 以此次受奖为契机 结合实际 主动以增议和特警支队为学习对象 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和队伍的战斗力 为中华市的安定祥和 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结束 徐清华又实地考察了中华市局的治安等级制度 看望了以前获得荣誉的公安干警 这个时候杜若才找到一个机会来到曾毅身边 低声说道 等会考察完毕 我和徐主任就不在中华市多多停留了 我们会直接返回云海 曾毅很是吃惊 总得吃顿饭吧 是啊 徐清华大捞远来受奖 结果饭都不吃就返回 这怕是要让很多人误会的 杜若摇了摇头 等下回吧 来到路上接到布里的通知 下午有个重要的会议 顿了一下 怕曾毅有所误解 他又解释道 下个月就要在京城召开大会了 确保会议的安全 这是布里眼下的头等大事 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这个 徐主任不好缺席的 曾毅很是无奈 怎么会这样的 杜若也是一阵苦笑 这本想请徐主任趁着安保工作还没开始 先把奖给你们颁了 等大会结束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了 谁知道 今年的安保筹备工作提前了 曾毅只好说 行 我知道了 杜若又解释道 关于徐立的个人荣誉 也已经确定下来了 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这个奖呢 要等到明年布里召开的集体表当大会了 曾毅点了点头 我替徐立谢谢了 看望完公安干警 徐清华果然提出了告辞 他坚决推辞掉了中华市的挽留 和于建明一道返回云海 在云海同样也没有做任何停留 跟杜若直接返回了京城 就在徐清华返回京城的路上 在戴河疗养院里 那个二层小楼的大院子里 两位老人正站在大院中央 欣赏着院子里并不大的假山 他们正是翟老和秋了 翟老颇有兴致地看着假山下小池子里 来回游动的锦礼 他侧脸观察了一下 发现站在身边的秋老 也同样是看得有滋油味 这让翟老心里有些奇怪 以前见了面 秋老总是一脸的严肃深沉 甭说是锦礼了 就是看到大活人 秋老也是目不斜视 毫无兴趣 这跟秋老丧子丧女之后的 孤独性格有关 可今天 秋老不但看那些锦礼很有兴趣 甚至还是面带笑意 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翟老就说道 焦书将啊 你今天的气色看起来很好嘛 秋老在参加革命之前 是个焦书先生 典型的是书生投笔从容 所以翟老一直称他为焦书将 丘老当下就竖起了眉毛 宅石将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就该气色很差吗 他看上去好像是有些不悦 但眼底却没有丝毫生气的意思 宅老是大山里出来的 当过猎户 也做过石将 秋老常常称他是宅石将 一个焦书将一个石将 两个人的称呼也算得上是极为对账 秋老和翟老出身一文一武 虽然最后都成为将军 但这种截然不同的出身 也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两家的后人 秋老的儿子秋剑月就是文人 而翟家的三兄弟都是虎将 宅老呵呵一笑 你们这些文人哪 就是喜欢瞎琢磨 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你不喜欢听 就当我没说 秋老却是一点都不肯示弱 接口就说 你一开口就要分个文人不文人 你这是扣大帽子 宅老说他是文人瞎琢磨 他就说宅老是乱扣帽子 这可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的做法 宅老一摇头只好作罢 真要是打嘴仗 他哪是秋老的对手啊 秋老把目光再次投向锦里 两只手背在身后 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你那个宝贝孙子呀很不错 人踏实也好学 完全就不像你宅石将教育出来的人 宅老哈哈大笑 哈哈不像我教出来的 那也是我宅荣泰的宝贝孙子 能让秋老出口称赞宅浩辉 宅老很是欣慰 一来为宅浩辉自豪 二来因为夸赞的人那是秋老 宅浩辉主动要求去了海军 而秋老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海军 能得到秋老的称赞 就是对宅浩辉极大的认可 不过话已出口 宅老忽然意识到 这句话有些不太妥当 在秋老这位丧子丧女的人面前 为自己的孙子自豪 这不是刺激秋老吗 想到这儿宅老收敛起笑容 又说道 怎么还不兴我们老宅家换换门风吗 秋老呵呵一笑 又不是只有你这个实将才有孙子 宅老心里一顿 秋老这个反应太奇怪了 竟然完全没有任何生气的意思 倒不是说秋老没孙子 秋大军就是他名正言顺的孙子 可以前只要在秋老面前提起秋大军 秋老非但不会高兴 反倒会有些生气 可是从刚才的反应看 秋老却没有任何不悦 相反 他似乎还为秋大军感到同样的自豪 这就让宅老有些想不通了 要说秋老会为秋大军感到自豪 宅老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因为秋老这位教书先生 平时最痛恨也是最看不起的 就是秋大军这种不学无术的人 除非秋老是真的老糊涂了 否则绝不会喜欢秋大军的 可刚才秋老说的这话 明明就是为秋大军感动自豪 甚至还觉得秋大军比翟浩辉更有出息 这明明就是老糊涂了呀 翟老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秋老还有另外一个值得夸耀的孙子不成 秋剑廷倒还有个儿子 还算是能看得过去 可那绝不是秋老自己的孙子呀 想到这儿 翟老心里压抑了一声 他想到了一件事 秋老确实是有个亲生的孙子 不过生下来就失踪了 难道又找到了 不是说那个孩子下落不明 没有任何线索吗 还有一个说法 说那个孩子是被吃道士抱走了 可吃道士也没有任何消息呀 这个时候 秋老的神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认真地看着翟老问道 实际上啊 下个月开大会 对于空出来的那个职位 你有什么想法 翟老更为讶异 秋老这么多年了 一直是闭门不问世事 今天怎么突然过问起人事方面的事情了 再加上刚才秋老的奇怪反应 翟老发现自己现在有些看不懂了 他当下反问道 你心里有合适的人选准备推荐 翟老确实弄不清秋老现在的意思 邱老 与你心里有合适的人选准备推荐 邱老微微点头 在南江省和芝春省都干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这一点无可挑剔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方南国为人稳重 原则性强 身上没有那些政治明星的浮躁之气 翟老是军人 更加注重务实 在他看来 嘴上吹得再添花乱坠 如果拳头不硬的话 那就是纸老虎 也根本硬不起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翟老倒是很欣赏方南国 这是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从来不吹牛皮 但是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不是说有资历就能拿到的 也不是翟老认为谁合适 谁就可以胜任的 这里面的变数太多了 翟老点了点头 嗯 不错 他既没有肯定 也没有否定 他想不明白 邱老为什么突然间 会如此看重方南国 从方南国以往的 升迁之路来看 完全就跟邱老 没有任何的交集 而且方南国跟邱家 也没有任何的交集啊 翟老觉得 邱老今天的举止言行 都有些太过于奇怪了 奇怪到让自己无法理解 方南国是很典型的中间人士 身上没有任何派系的标签 这是方南国的优势 同样也是最大的劣势 翟老的眉头拦了起来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邱老提携方南国 总得有个理由吧 目光看向那栋二层小楼 翟老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曾义 外界很多人都在说 曾义是翟家的人 这可能是因为精华 预言公被翟老一怒之下关了门 但翟老很清楚 曾义和翟家的关系 绝对不是外界所说的那种 曾义是个很独立的人 也几乎没有从翟家受益 相反 翟家还欠了曾义不少人情 曾义从南疆到党校 从党校到京城医院 从京城医院再到东疆 仕途上的每一次变动 都有方南国参与的影子 方南国也有为曾义 雷霆震怒的时候 比如对付袁公平 只是比起翟家 方南国受关注的程度要低很多 再加上 曾义跟方南国之间的级别 相差太大 所以几乎没人注意到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不仅仅是仕途上 方南国帮着曾义出谋划策 甚至曾义的行事风格 很大程度上 也受着方南国的影响 这两人都是润物细无声 踏踏实实做事的风格 方南国的政治生命还很年轻 至少还有十年的在位时间 如果他此次进入中枢 那曾义的前途就不可限量了 方南国很可能要把曾义当作接班人来栽培 那十年之后 曾义可就成了气候 长天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衣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辰 宅老忽然想到了曾义 他明白了 邱老之所以要提携方南国 就是为了曾义 曾义则是方南国进入中枢以后 最大的受益者 那邱老为什么要为曾义来谋划 这么大的一个局呢 宅老突然又想到了 之前自己的第一个疑惑 难道邱老真的找到了 那个丢失的孙子吗 他刚才不是为邱大军自豪 而是为曾义自豪 这很有可能啊 宅老也曾经调查过 曾义的身世背景 那个山里的小镇 大家都记得曾文府 可偏偏没有人知道 曾文府是打哪来的 只有一些上了岁数的人 才记得曾文府来到小镇的时候 就只带着曾义 说是祖孙俩从外地逃难来的 至于逃的是什么难 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大山里的小镇没有大夫 两个镇子才有一个赤脚医生 曾文府医术了得 又治好了许多乡民的病 就这样被留在了镇上 宅老也想去调查曾文府 可惜没有得到任何可以追查的线索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实在是在那个时代 这种事太过于平常 现在看来 曾文府很可能就是吃道士 宅老想到这儿认真地答道 嗯 知春省的那位 确实很有水平 宅老不得不重新修正自己的说法 如果邱老愿意为方南国出头呐喊 自己当然会附和 不为别的 以前没有为曾义筹划的机会 现在有机会了 自己必须得帮上一把 邱老见宅老突然又改变了说法 心里有短暂的一阵意外 不过随即笑着说 哈哈 我们这是英雄所见略童啊 宅老也哈哈笑道 哈哈 也只有这一次 他们两位这辈子 几乎就没有意见完全相同的时候 笑过之后 两个人又把视线 重新投向那池锦里 水池很小 鱼儿只是在那里来回的摆动 可他们俩看得却很有滋味 这时候 宅老突然问道 焦树江啊 那个岛的事 你怎么看 不过他没等邱老回答 就接着说 前段时间 算了唐同志来看我 我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你猜 他是怎么回答的 话音刚落 邱老的目光就亮了起来 宅老一看 心里就有了判断 就听邱老问道 他怎么说 能看得出 他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关于那个岛的事情 邱老比任何人都要看得透着 该从何处入手 邱老心里也有了定见 只是这件事操作起来很复杂 不是邱老能够做主的 邱老认为 要解决岛的事情 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强大而完善的领土领海法律 这样谁来操作 谁来负责 也就清楚无误了 曾毅对于这件事也有看法 让邱老很感兴趣 他想知道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宅老背着手 看着池里的锦里 算了 汤同志讲啊 如果有一个坏孩子的话 我们处理起这件事来就从容多了 邱老先是一愣 随即就笑了起来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嘛 邱老以前也曾想过这个可能 所以他一下子就明白 宅老所说的意思了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曾毅的这个办法确实是最好的了 可以最大程度的拿回主动权 同时也避免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宅老看着邱老又说道 可问题是 谁来当这个坏孩子呢 邱老点了点头 是啊 这确实是个问题 他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可最后却没能成形 就是因为找不到谁来做这个坏孩子 这件事情很难搞 你让哪个部门来做呢 太保守了 做不了 太冲动了 也做不成 有勇无谋不行 有谋无勇更不行 另外 就算是坏小孩 也得有个过硬的家长 做靠山才行 否则还没等做事呢 这坏孩子就先给收拾惨了 综合考量下来 几乎没有一个部门 能够承担起这个坏孩子的角色 也没人愿意去做这个坏孩子 所以秋老的想法 也就只能是想想而已 再加上因为丧子丧女早就不问世事 所以也没心思和精力去促成这件事 丧老看着池中游动的锦里 他当然明白宅老提这个话题的意思 宅老可能是要准备花大力气去促成坏孩子这件事了 但是要想处理好海上的一切事 离开海军的支持是绝对不行的 如果秋家愿意给这个坏孩子撑腰的话 这件事才有可能办成办好 当然 宅老这句话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那就是他想明白了 秋老支持方南国的真正用意 秋老对此并不意外 因为他今天的话就是有意对宅老讲的 他提的是方南国 而宅老现在用增议来回应 这说明宅老已经领会到了话里的隐晦之意 秋老没有选择直接扶持增议 却选择了迂回路线 也说明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对于这一点 宅老也是深有体会 因为在宅浩辉生病的那段时间里 宅家也是人心浮动 秋老呵呵一笑侧身看着宅老 看来实际你说错了 我们所见略同的事并非只有一件 宅老也是爽声大笑 这就是达成一致了 有秋家支持 这个坏孩子才能真正的坏得起来 笑过之后 两位老人又把视线重新投向池中的锦里 不过心里却是各有想法 宅老虽然猜到了 秋老失踪的孙子就是增议 但还是觉得这事有些离奇 也不清楚 秋老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增议的 又是怎样得到确认的 不过这世界真的是太小了 而秋老则想的是下一步对增议的安排 那天跟增议谈过以后 秋老便放弃了认下增议的想法 自己并不是没有亲生的孙子 只是现在还没有认足归宗 缺少个仪式和表面上的名分而已 自己现在硬要认下增议 也不是不可能办到 但结果很可能就是断送了增议的前程 自己多了个孙子 可天下却要少一个增议这样的官员 思来想去 秋老就拿定了主意 自己能为增议做的 也是唯一能补偿增议的 就是给他铺好路 然后在背后默默注视他的成长 能够在有生之年 看着孙子一步步成长起来 这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天伦之乐呀 如果自己还能熬上个十多年 那个时候增议成了气候 或许还能再认回来 因为那个时候的增议 对邱家的实力只有注意 而没有损害 相信没人会反对邱家 多这样一位人物 想到这儿 邱老就觉得自己剩下的时光 有了大盼头 心里充满了力量 再说中华市 在受奖仪式之后 慢慢就传出了一个风声 说是常务副市长吴汉林 即将会被调到省行政学院 担任副院长 这个消息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就像亲眼目睹了吴汉林的任免书一样 可惜这消息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确认 不过副市长杨明新的办公室 比起以往 却一下子热闹了许多 曾毅对于这些小道消息的态度 一向是不予理睬 这事情该怎么做 该找哪位领导汇报 依旧是按部就班 时间过去一个月 关于吴汉林的小道消息 还是没有得到证实 而大家所关注的重心 也由市里的人事变化 慢慢转移到即将在京城召开的大会方面 毕竟这事的影响力更大 各种小道消息更是传得满天飞 曾毅这天在办公室忙完手头的事情 打算到街上走一走 一是检查创位期间 中华市公安局各治安区域的治安措施和创位措施 二是去看看官网改造工程的实际施工状况 曾毅刚刚站起身子 正打算去取挂在衣帽架上的警帽 办公室的门就被人推开了 连个敲门的动作都没有 曾毅眉头微微一皱 准备回身去看看是哪个冒事鬼闯进来的 进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东江大少顾迪 一进门就说 老子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从他闯进来的情况看 确实是出大事了 不过从顾迪那一脸兴奋的神色看 却完全不像是出大事的样子 倒像是有好事 曾毅摘下帽子 出什么事了 顾迪这个时候反倒不着急讲了 哦 你这是要出去啊 不好意思 不告而来 不扣而入 还没打掉你的工作吧 曾毅苦笑着摇摇头 你来都来了 闯也闯了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当下就说 到底什么事 你就别卖关子了 要不然我可就走了 我这边还真有事呢 顾迪哈哈一笑 转身把门关上 然后冲到曾毅办公桌前坐下 这次真是出大事了 说完顾迪看着曾毅 很奇怪的问道 哎 你难道就没听到什么风声吗 曾毅纳闷了 难道是吴汉林的任免下来了吗 他只好重新坐回办公椅上 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听到啊 顾迪便压低了声音 就在昨天 也就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 所谓中央工作会议 就是在开大会之前召开的一次小范围会议 与会的都是中央首长级别的人物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协商 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定下主基调 会期可长可短 长了有半个月 短了也就三五天 就听顾迪坐在那里感慨道 只一天哪 就全部结束了 曾毅纯没问道 你听谁说的 不会又是小道消息吧 顾迪直摇头 这种事我能随便乱说吗 现在外面都已经传风了 前段时间那几个跳得很欢呢 这次都没有好结果 损失最大的应该就是庞家和龙家了 核心人员几乎都被调整掉了 说到这儿 顾迪看着曾毅认真地说道 你猜猜看 龙老二是什么下场 曾毅摇了摇头 这哪是他能猜到的呀 顾迪却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而是突然一拍大腿 嗨 看我这脑子 老曾 恭喜你了 曾毅又是诧异 这种高层热免跟自己扒杆子都打不着啊 有什么喜的呢 顾迪看着曾毅 嘿嘿笑着 龙老二啊 据说要被调到党校去 当什么副部级的校务委员 他这一倒霉 龙家可就没什么人物了 别的人肯定要跟他们撇清干系 你跟美心的事 这次应该没有什么阻力了 曾毅心里顿时一动 屁股底下的办公椅子也跟着发出支妞一声 是啊 龙老二一倒 龙家确实就没有什么人物了 龙海青是翟家的媳妇 所以几乎不参与龙家的事情 而龙青泉早已致嫌 顾迪接着说 老曾啊 你可得抓紧啊 这么些年了 你不就在等这个机会吗 你要是找不到媒人 我老子可说了 他很愿意当这个媒人哦 再说了 老太太现在就跟龙青玄 在小屋山做邻居呢 一句话的事嘛 曾毅连连说道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机会突然到来 让向来镇定自如的曾毅 反倒有点手足无措了 顾迪一拍桌子 你还想什么 老曾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 成不成 给一句话 顾迪很是着急 甚至比曾毅还要着急 他没有说谎 顾明夫确实很愿意 当这个媒人 看曾毅在那琢磨了半天 神色来回变化 一会儿看上去激动兴奋 一会儿又看上去迟处不定 顾迪也知道不能太催促他 毕竟这事是个两厢情愿的事情 曾毅不也得先去联系联系龙美心吗 顾迪就又说道 庞家那几个大佬啊 结果也跟龙老二差不多 本来是大好的前途 等开完大会 估计啊 全都得去养闲 曾毅脱口就问 庞乃杰呢 这话一出口 他就知道自己失言了 戴河会议的层次 庞乃杰根本就上不了桌面 这级别差太多了 顾迪呵呵直笑 心想 曾毅能问出这句话来 只能说明他今天有些心乱了 他微微笑着 这个我不知道 估计啊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这段时间蹦得可欢呢 我早就等着看他的好戏了 曾毅微微一点头 不错 古浪这回反倒是走大运了 庞家这一倒霉 他的撤资非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反倒会让很多人觉得 古浪深不可测 这会还没开呢 古浪就已经知道庞家的结局 所以早早就划清了界限 这是何等的人脉和实力呀 顾迪身子前寝 压在办公桌上 对了 还有件洗扇 据说 方书记要进中书了 曾毅更诧异了 别的事情不知道也就罢了 怎么这事自己一点消息也没有呢 不过看顾迪的语气 就知道他对这件事也不怎么确定 之前外界的小道消息乱飞 可没有任何消息跟方南国进中书有关 这个事情确实太突然了 事先也没有任何的征兆 顾迪说完 也不等曾毅再说 就急着问道 哎 我大老远的过来向你道喜 老曾 你可得出点血呀 曾毅直摇头叹息 好 出 现在就出 他起身又把警帽挂起来 然后换了一件便装说 走 今天怎么出这个血 全凭你姑少安排 顾迪哈哈大笑 等曾毅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 他就勾肩搭背的跟曾毅一块走了出去 换了是以前 曾毅是绝不会这么招摇的 那个时候曾毅刚到中化 脚跟不稳 是名副其实的中化公敌 想要看曾毅笑话的人多的是 曾毅也未必能在中化站住脚 所以他不想暴露和顾明夫的关系 免得给顾明夫带来什么麻烦 现在 曾毅这方面的顾虑就要少很多 因为他已经在中化市彻底站稳了脚 顾迪离开之后的几天 关于会议的细节传出了各种版本 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但都传得仿佛人人都在会议现场一般 只是关于会议的结果 每个版本却都出奇的一致 曾毅也是在这个时候 再次听到了关于方南国要进中书的消息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 那自然是好事一件 可如果这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 那对方南国就是件大大的坏事了 在下面基层换界的时候 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 有人当选的呼声很高 消息传的到处都是 可等到最后谜底揭开 却发现呼声最高的反而最容易失败 因为你是被人故意拿出来做众矢之地的 当所有竞争者都拿你当对手 不断进行阻挠时 那个躲在暗处的人反倒截足先登了 为了稳妥起见 曾毅决定还是给方南国打个电话 晚上八点 他估计方南国吃过晚饭了 就把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就接通 里面传来方南国的声音 他呵呵笑着说 是曾毅啊 晚饭吃过没有 方南国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但却很有力量 曾毅就说 吃过了 方书记 最近我在东江这边都听到了不少关于您的消息 方南国悟了一声 啊 我刚刚从京城回来 就是在你打电话之前进的门 这件事基本定了 曾毅眼睛一亮 这么说方书记真的要进中书了 他立刻说 方书记 恭喜你 方南国在电话里呵呵笑了两声 哈哈 位置越高 责任越大 有何可喜啊 顿了一下 方南国又叮嘱道 这件事 我也就只对你一个人讲了 在没有盖棺定论之前 你先不要外传 曾毅笑道 我明白 方书记放心 就算曾毅不说 外面也已经传遍了 保不保密 其实无关紧要 但能得到确认 确实很让曾毅高兴 方南国并没有隐瞒曾毅的必要 因为这次他能够进入中书 全赖几位老同志联名推荐 而这几位老同志都和曾毅有着很深的交情 尤其是邱老 邱老很多年不问世事 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提过谁的名 这次联名的老首长里就有邱老 自然是分量极重 这次去京城 方南国就是挨个去拜访这几位老首长的 虽然老首长们都没有讲什么 但方南国认定是曾毅暗中帮自己出了力 扑了路 否则这个机会怎么也轮不到自己的 因为自己跟这几位老首长之间 甚至都没有任何交集 又怎么会突然被老首长们关注到了呢 方南国又嘱咐道 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会比较忙 曾毅啊 你就不必专门过来了 他知道曾毅得知消息必定会亲自上门来恭贺一声 所以特意嘱咐了一句 曾毅确实有这个打算 听了方南国的嘱咐就只好作罢 那好 我就不过去给您添乱了 方南国又说道 你呢 也要有个心理准备 可能过短时间 我要对你的工作进行重新安排 曾毅点头道 好 我知道了 方南国进入中枢 自然要把自己的人都安排部署一番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一个好汉三个帮 要是没有得力的助手 你什么事就都得亲力亲为 那还能干成什么大事情啊 方南国也就不再多说 我刚进门还没吃饭 就不和你多说了 挂了吧 挂了电话 曾毅也在琢磨这事 方南国这次后来居上 直接进入中枢 这多多少少出乎曾毅的预料 这倒不是说 方南国没这个资格进入中枢 只是那些对手太强劲了 方南国并没有任何的优势 思来想去 曾毅只能把这其中的原因 归结于那些人的躁动 这才让上面反倒更加看重 方南国身上的物实特质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